老板,好多的美女啊,我看可能有五六百,基本上都是在读大学生,附近大学的校花和细花应该被一网打尽了,我的招聘广告打得不错吧,罗胖满脸的骄傲和得意,想得表扬,呵呵,若不是我去茶楼补缺,哪来的这么多人,张通暗暗冷笑,不过,这话没说出来,免得打消罗胖的工作积极性,这么多美女,怎么面试得过来啊,罗胖又是幸福又是痛苦,一次性面试二十个,看谁颜值高, 就选谁,张通早有预案,那就和去天上人间选小姐姐一样,罗胖的眼睛亮起,这不就是选美吗,爽歪歪啊,差不多,反正,只要颜值不亚于柳青思或者赵茜,直接就合格,张通挑挑眉毛,哈哈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简直就是英雄所见猎童啊,罗胖怪笑,两坏蛋太猥琐了吧,当儿戏呢,柳青思差点憋不住笑,赵茜也没好气瞪了两人一眼,但他们一个是老板, 一个是人事部经理,他们打算怎么面试,他们管不着,你你你,进来面试,赵茜开始喊人,并不按照顺序,而是找九个普通美女,一个超级美女,这样就方便张通和罗胖面试了,效率也会非常高,运气不错,第一批就有我,看来赵茜的眼光还是很犀利的,不愧是乡中大学的顶级校花, 罗胖很开心,她当然认识艳明远播的赵茜,毕竟都在大学城,每个学校的顶级校花互相之间即使不认识,但也见过对方的照片,赵茜当然也认识罗胖,艺术学院的顶级校花,不管是脸蛋还是身材,都不亚于她赵茜,这种美女想来是能通过的,所以,她对罗胖非常友好和客气,毕竟,将来就是同事了,或许还能成为好闺蜜 卧槽,艺术学院的顶级校花罗威,看着整整齐齐排在面前的20个美女,罗胖一眼就看到了罗威,那真的就如同鹤立鸡群,太过亮眼和突出了,哇塞,黑丝包臀露腰吊带外加高跟,更加的凸显身材,更加的美艳迷人,看来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很重视这次求职吗?张通的眼睛也是亮起,心脏扑通扑通跳动,这是看到超级美女的自然反应,是男性的本能? 有些男人将这种反应称之为一见钟情,是的,男人很容易对顶级美女一见钟情,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基本上是追不到,甚至连靠近都不敢,因为自贱行贿,所以才会将之看成高不可攀的女神,才一见钟情 不过,张通这种反应,仅仅就是喜欢,对美丽事物的喜爱,这两个面试官也太色了吧,就看着罗威发呆,这是被彻底迷住了吗?其余的美女都很郁闷 看来,自己没戏了,文员,前台的这两个职位没区别,甚至经常会呼唤,张通终于清醒过来,开始面试 问了问他们来自什么学校,有没有工作经验,然后让他们留下简历,回去等电话,很快,就仅仅剩下罗威了 于是罗威被请到椅子上坐下,还被奉上一杯香名,看了简历之后,张通问,罗威,你要求薪资多少?五万可以吗?罗威的眼睛亮起,芳心也疯狂地跳动起来 看来,自己能通过了,因为自己是第一个被问及了薪资要求的人 而招聘广告上说过,月薪三到五万,他就大胆说了最高值 漫天要价吗,谁都会,就老板面试官就地还钱了,估计会被还到三万 五万?张通痛心疾首,摸着额头说,我素来都尊重笑花级的美女,都希望她们能幸福快乐 不要以赴任何男人,但月薪五万真能让你快乐吗?这是什么套路?他想干啥?罗威一脸猛 谁见过就地还钱是这么还的?莫非你还想打破你自己的规定,突破月薪五万的天花板? 卧槽,老板,你这是想干啥啊?罗胖也傻眼了,你要我怎么配合你?没这种预案啊?好吧,我不说一句话太不像话,就顺着他的意思来吧 反正他有的是钱,怎么也用不完,于是他也狠狠一拍桌子,说每当看到那些笑花级的美女为了生活下去 不得不起早谈黑的工作,或者为生活所逼,不得不出卖色相,我就痛苦悲愤 罗威你这样的爵士美女笑花,五万月薪不够,远远不够,必须得加,配合得不错 张通暗中冲罗胖伸出大拇指,那能加多少?罗威呆愣了好一会,才醒悟过来 这两人不会是在逗闷子吧?逗我玩儿,逗我开心,天啊,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奇葩事? 但他在门外却是听说了一个传言,上午面试保安,测试力量,用的是一块价值几十亿的极品翡翠 用财大气粗,土豪至极也不足以形容,加上拍卖行职员不多,给出恐怖高薪也未必不可能啊 所以,他还是试探了一句,就董密和拍卖师的三分之一吧 张通说,虽然少了点,但也勉强够你生活了,若还不够,就努力工作,奖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对,我们公司的奖金很多,这个月我发了十万奖金,所以,美女你别嫌少啊 罗胖又配合说,董密和拍卖师的三分之一是多少呀? 罗威满脸猛,他们两个的年薪是三百万,你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张通说,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了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罗威满脸的狂喜和激动,自己一个学跳舞的,竟然给了年薪百万 而且还有奖金,天啊,这简直就是天上吊馅饼,而且是金字做的 爽死了呀,但,有没有陷阱,会不会被钱规则 于是他迟疑地问,我的工作内容是,前台或者文员啊 陪酒陪睡的事儿绝对不会发生,任何不合理的事情你都可以拒绝 这会写进合同之中,张通真诚地说,我们是非常正规的公司 公司利润全世界第一,百万年薪很普通,很平常 所以,不用有任何担心 老板,你真好,我爱你 罗威差点感动哭了,冲过去一把抱住张通,在他的脸上巴唧了一下 卧槽,出席强吻啊 张通有点猛逼,我竟然没反应过来 罗威欣然走了出去,心中满是喜悦 我也能年薪百万呀,我也能成为高级白领呢 那些追求我的富二代都给我滚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让我心动 罗威,应聘上了对吗 艺术学院的美女们围了上去,热切地询问 保密 罗威不说 但他笑叶如花,满脸喜色,确实出卖了他 室友孙佳佳顿时心领神会 期待地问薪资多少呀 三万还是五万 你不知道,老板是多么的土豪 是多么的有情怀 我说月薪五万,他竟然说太少了 必须加到年薪百万,罗威终于是忍不住了 把面试过程说了一遍 你是不是在说笑呀 孙佳佳满脸的不敢置信 世上竟然有这么荒唐的事 千真万确 罗威说 赵倩是懂蜜 一个名叫柳青丝的美女主播做了拍卖时 都年薪三百万呢 我也想去试试 你看我能成功吗 孙佳佳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你连细花都不是 算了吧 刚才九个细花都被淘汰了 罗威说 什么 罗威应聘上了 而且年薪百万 赵倩也年薪三百万 谭家隐隐约约听到了 震惊得如同傻子 脑子也在飞快地转动 有没有办法应聘成功 很快 他就想到了办法 见赵倩正在挑选下一批面试的人 他就冲到赵倩面前 低声问他看在校友的面子上 能不能想想办法 从而面试成功 我们公司招聘前台和文员 基本上都是根据颜值选的 现在校花云集 细花无数 我没办法帮你啊 赵倩为难地说 你是懂秘 一定有办法的 帮帮忙呀 我现在都快活不下去了 谭家软于哀求 我只能给你一点提示 负责面试的老板和人事部经理 都是我们乡中大学大四的学生 还有半年才正式毕业 赵倩心软了 说出了一个秘密 其实这秘密很快就守不住了 一旦举行第一次拍卖 定然飞升天下 有心人是能知道张通的资料的 老板竟然是校友 而且和我同届 谭家又惊又喜 兴奋激动至极 那或许 自己也认识 有这份情意在 或许能过关 年薪百万啊 那该多么的爽啊 谢谢你 赵秘书 谭家很感激 又央求着说 能不能让我这一轮就进去面试 这倒是没问题 赵倩当然不会拒绝 这根本不算事 太感谢了 谭家大喜 还有五个名额 自己也算是很漂亮的美女 仅仅赐予笑话一筹 加上和老板是校友 甚至可能认识 岂能被淘汰 很快 他就和另外十九个美女 走进了会议室 一字拍开 就如同百花开放 散发出罪人的邮箱 这也是最动人的美景 谭家迫不及待地看了过去 然后就目瞪口呆 彻底傻眼了 天啊 我看到了什么 张通 罗明 认识 当然认识 还真就是校友 但太熟悉了 熟悉的让他不敢置信 熟悉的让他疑惑满腹 张通不是没找到工作 在卖水果吗 前几天和凯旋 给他拍了照 发在群中 自己也忍不住 冷嘲热讽了好久 而罗明这只田狗 不是在一家企业上班 就几千块薪资 怎么出现在这里 难道 张通卖水果 仅仅就是偶尔 实际上 他还是很神奇的寻宝人 寻到了很多的宝物 比如翡翠狗头巾 千年人生什么的 从而晋级富豪之列 所以 如今创办了拍卖行 开百万年薪 招文员和前台 罗胖 你舔了四年的女神来了 敢想怎么样 张通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谭家 就拍了一下 罗胖的肩膀 戏谑的说 中间那个美女好漂亮 应该就是音乐学院的 最美校花清香 罗胖根本就不看谭家 而是目光炽热的 看中间那个美女 花清香 花有清香 月有阴 好名字 张通也忍不住看了过去 樱桃繁缩口 羊溜小蛮腰 沉鱼落雁 倾国倾城 衣着大半非常素雅 让她看上去 就如同一束青丽的花 最神奇的是 她的身上散发出 一股奇异的油香 不是香水的味道 仿佛花的清香 或许 她的名字和这种特性有关 好净好美 又是一个罕见的顶级美女 张通暗暗地赞叹 也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就是因为开出 让人难以拒绝的高薪 才吸引来这么多顶级校花求职 也只有自己这样的神豪 才有资格和能力 将这样的美女收归麾下 从此庇护他们 她让柳青丝收下18人的简历 让他们回去等电话 而谭家和花清香 却是被留下来了 先问的当然是花清香 搞笑的版本再次上演 你是音乐学院的校花 果然倾国倾城 我也不问你为什么来应聘 我就问你要多少薪资 张通说 你大胆点 不要怕 罗胖还鼓励说 五万行不行 花清香早就心中狂喜 这事通过了 她就读音乐学院 练的乐器是二胡和肖 很难有太好的发展 现在她大四了 但还没找到实习单位 毕业也意味着失业 当然 就她的颜值 若要依靠男人 还是做得到的 但终究很不心甘 所以 她对这份高兴工作非常渴求 我们公司的薪资是根据颜值给的 就你的颜值 刚好和年薪百万相符 你看满意吗 张通说 啊 年薪百万 花清香愣了好一会 才惊醒过来 兴奋的说 满意满意 真给百万 那我什么时候上班呀 明天 张通说 今天可以吗 花清香略带尴尬的说 我不想花钱住酒店 可以的 先坐着休息一下 也可以帮着把把关 等一下就给你分房 晚上聚餐 张通温柔地说 心中雪亮 花清香可能混得很不好 所以想马上入职 但也说明她的人品非常好 毕竟 女人变坏就有钱 尤其是她这样的顶级美女 花清香在张通身边坐下 顿时浓郁的优香包围了张通 让她无比的惬意和舒服 心情也变得格外愉快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果然如此啊 请喝茶 柳青丝给花清香送上一杯茶 桌子上的水果也可以吃 不要客气 她对花清香非常有好感 可能是对了演员 谢谢 花清香感激地看了柳青丝一眼 心道这女人好漂亮啊 一点也不亚于自己 不知担任什么职务 或许是太饿了 她还真就吃了一粒鹅蛋葡萄 然后就停不下来了 吃了一粒又一粒 因为太好吃了 这两个混蛋到底怎么发达起来的 面试还这么搞笑 按颜值给薪资 简直就是荒唐 谭家的脑子里面是一团江湖 当然也无比的羡慕花清香 这么简单就应聘成功 年薪百万 爽死了 罗胖的目光也终于落到了谭家的脸上 她的表情有点古怪 肌肉在扭曲 也不知是激动 还是痛苦 毕竟 这是追了四年也没成功的女神 但 今天看来 颜值也不是无敌 和笑花级美女一比 差距还是有一些的 看通哥 已经包养了两个笑花级美女 赵倩和柳青思 自己跟着张通混 公司这么多美女 我追上一个应该不难吧 何必吊死在这一棵树上呢 但 为何心还在痛 开始啊 这一次面试以你为主 张通很给罗胖面子 这样罗胖能更好地享受身份地位带来的变化 彻底地和过去道别 昔日她做了四年舔狗 舔得一无所有 今日她是高高在上的面试官 她的决定能决定昔日女神的生死 谢谢老板 罗胖满脸的感激 然后看着谭家说 美女 你自我介绍一下 声音中没带什么感情 或许 这些天的经历 让她明白了爱情的本质 有钱就有爱情 无钱连母狗都不理你 我名叫谭家 谭家的心瞬间变得冰凉 很想撒娇什么的 或许能让罗胖心软 但又担心 激怒张通 那才是能决定她生死的老板 心中也是有点后悔 若昔日答应了罗胖的追求 是不是今天就能年薪百万了 既然你已经有工作 就没必要占资源了 别的美女更加需要工作 罗胖淡淡地说 罗明 其实 我是喜欢你的 真的 我没答应你 就是等你崛起的这一天 我上班的公司太差了 天天加班 又没多少工资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呀 谭家脸色变得惨白 爱求道 我 罗胖的心瞬间剧痛 追求四年 岂能没有感情 谭家其实也没犯错 仅仅就是因为 他罗胖太穷而已 他没答应他有错吗 他调琢他 把他当成备胎中的备胎 有错吗 没错啊 他等罗胖崛起的这一天 现在不是等到了 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这次招聘的人 要求有超高的颜值 你不合格 下次有机会再说 罗胖说 若你愿意 我可以养你啊 不用去上班了 哎 果然还是一只舔狗 狗终究改不了吃屎啊 张通气得差点吐血了 罗胖竟然愚蠢地想要养对方 真以为谭家喜欢他 你若喜欢我 就让我来上班 给我霍花清香一样的待遇 否则 你算哪门子喜欢我啊 我看不到你的真心 花清香说 不好意思 你胭脂不合格 被淘汰了 你可以走了 罗胖耸耸肩膀 摊摊双手 最后给谭家的机会 他没把握住 那就没以后了 不错不错 终究成长了 张通暗暗地高兴 对罗胖很满意 怎么这样 谭家一脸的猛 有点难以置信 罗胖明明还喜欢着他 明明就是舔狗 昔日自己想要什么 只要罗胖都会千方百计去弄道送给他 怎么今日举手至牢的事 他却不愿意做了 快走 别耽误我们的工作 罗胖不耐烦地说 不 不 不 罗胖你不能这样 谭家激动地说 我错了 我错了 还不行吗 以后我都听你的 今晚就可以让你睡 你就让我通过行不行 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 否则我会死的 语气最后就变成了哀求 眼泪都流出来了 卧槽 罗胖的眼睛都瞪大了 满脸的古怪表情 昔日他追求谭家 谭家一直有意无意地吊着他 礼物全收 但手指头都不给他碰 别说睡了 那简直就是做梦 也别想的美事 但现在 这反转真的是天翻地覆啊 哈哈哈哈 四年天狗两行类 今朝崛起女神贵 爽啊 太爽了 对不起 现在晚了 所以 你可以走了 罗胖冷酷地说 罗明 你简直就是翻脸无情啊 昔日胡凯追求我 是不是你使了阴招 那一封丢人的情书 是不是你写的 害得我错过了胡凯 如今胡凯月薪两万 有车有房 也有女朋友 我只有在一边羡慕的份 谭家终于使出了撒手锏 不是我 不是我 罗胖有点慌张 脸色也是大变 这糗事很不光明 谭家错过胡凯真 就是他的锅 张通也满脸的尴尬 也暗暗佩服 这女人不简单啊 智商非常高 直接用出了撒手锏 这一下有点麻烦了 因果因果 有因有果 他们两个坏蛋种下因 怎么也该弥补一下 当然 若没这个能力也就罢了 不是你 我看是不仅仅是你才对 是你们两个一起干的 谭家愤怒地说 你们就做看我沉沦吗 又看着张通 温柔地说 老板 让我来上班吧 我一定努力工作 他才不相信颜值稍差一点点 就不合适做文员 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拍卖行的任何职位 都不适合你 张通说 这样吧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给你年薪五十万 专门给我卖水果 另外一个就是 我给你提供水果 你自负盈亏 想来比你上班要好很多 你这是报复 我也就是在群中嘲笑了 你卖水果 现在你要我去卖水果 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 谭家娇称 心中却是狂喜 能汉落宝收年薪五十万 不要说卖水果 就是卖猪肉都没关系 那你选择哪种 张通问 我想选第一种 但我想知道 工作年限是多少 十年长约行不行 谭家问 担心干不长 呵呵 我能让你干一辈子 只要你还能工作 就可以继续做 直到你自己申请退休为止 张通说 这女人虽然精明 但还是选了个季末 若选择第二种 那一天赚几万都不是问题 毕竟是独门生意 谢谢老板 谭家大喜 又对罗胖说 我等你下班 今晚我助你呢 然后娇羞地走了出去 卧槽 罗胖目瞪口呆 昔日女神真要现身 为什么 因为你今非昔比了 比胡坤优秀太多了 柳青思提点道 没有吧 我怎么不知道 罗胖还是有点不自信 他就是一个打工的 好运认识张通而已 若说比胡坤优秀 那就是扯淡 你是天保拍卖行的人事部经理 前途远大 想想看 前台和文员就年薪百万 你的薪资能少吗 怎么也会更高 你还是老板大学室友 老板能不看重你吗 当老板成为世界顶级富豪 你也会水涨船高 跟着二马的人 哪个不是大富豪 柳青思说 这么说我的优秀 就因为有个好兄弟 罗胖满脸复杂表情 是张通改变了我的命运啊 你还喜欢谭家 张通问 不知道啊 现在我有点猛 罗胖迷茫道 脑子里面一团江湖 谭家不是省油的灯啊 我看他就是高段位的绿茶 你可能降服不了他 张通说 你得好好想想再决定 千万别做舔狗了 接下来继续面试 但却是美顶级美女了 毕竟 几乎把附近大学的笑话一网打尽了 乡中大学赵茜 艺术学院挪威 音乐学院花青香 但普通片上的美女还是很多 张通又聘用了四人 苏珊珊 湘南师大戏花 二十岁 陈芳 瑜伽教练 二十二岁 潘宇 专业模特 二十三岁 乔丽丽 白领丽人 二十五岁 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女 颜值紧紧亚于赵茜柳青丝一筹 但当然没给百万年薪 而是八十万 不是舍不得 而是要体现出层次 顶级美女百万年薪 普通美女当然要少一点 才能吸引人才来投奔 也是大老板高瞻远主之处 他们都比谈家漂亮 我可以追求其中一个啊 但就怕他们说谎 其实有男朋友了 罗胖有点心肾不定 他们如今都高薪有房 别说他们没男朋友 就是有 估计也要分手 因为爱情是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的 柳青丝又提点说 所以你有的是机会 至于谈家 你真以为他没被男人睡过吗 他虽然是高段位绿茶 但也可能失手 有道理 我得好好想想 不能再被骗 反正我绝不做舔狗了 罗胖点点头 你才22岁 年轻着呢 急啥 张通也说 你看我都没谈女朋友 也根本不想谈 你都包养了两个 还谈什么女朋友啊 罗胖羡慕地说 老板真的包养了两个美女 花清香隐隐约约听到了 把柳青丝拉到一边 好奇地打听 没有没有 别听他胡说 柳青丝 霞飞双甲 有点尴尬 但心中确实非常甜蜜 这是一种荣耀啊 这一天的面试终于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罗胖和赵倩的忙碌时间 给保安 柳青丝 花清香等人入职分房 另外就是保安帮柳青丝搬家 至于谈家 当然没房子 自行解决 他虽然等着罗胖下班 但罗胖确实拒绝了他 他只能样样而去 公司支援一起吃饭后 保安队长王豪来禀报说 老板 我要申请一些特殊的器材 都是关于监控和安全方面的 需要300万资金 600万吧 因为我的别墅 也要装上这些科技仪器 张通当然不会小气 谢谢老板 王豪满脸的感动 也非常的快意 以前他入职别的公司 申请300万资金买器材 老板们都扣扣搜搜 一点也不爽快 有的甚至直接拒绝 一毛不拔 看来这一次是遇到民主了 必须得好好干 让老板满意 于是他识破天惊地说 老板 那个名叫刘杰的保安有问题 十有八九十奸细 对你不怀好意 因为今天他一直在打听你的一切 先和罗胖打听 再和赵倩打听 晚上帮柳青司搬家 他又和柳青司打听 说话非常有技巧 是最顶级的间谍 所以 三人都没任何怀疑 说了不少你的事 但逃不过我的眼镜 傻 奸细 你一定误会了 张通满脸猛逼 大根儿也不信 自己根本就没敌人 寻宝而已 不和任何人竞争 怎么会出现间隙 老板 请相信兵王的经验和直觉 王豪严肃地说 你好好想想 真的没敌人 我看啊 仅仅那块价值几十亿的翡翠 就能引来恶狼 但我是今天才拿出这块翡翠的啊 张通说 别人从来不知道 但你已经拍卖过几十亿翡翠 还有九根价值二十亿的千年人生 这都是刘洁从罗经理的嘴里打听出来的 我也听到了 王豪说 这几件事倒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张通的脸色慢慢地变得严肃 这么说来 我引来了恶狼 想要夺取我的财富 也可能是商业间谍 当然也可能是另外的原因 比如老板 你还有什么秘密 值得对方派出高手来潜伏和刺探 王豪说 我没什么秘密 应该是冲我的财富来的 我看他们都活得不耐烦了 张通冷笑 修炼出通天全境 而且一直在苦修 通天全境越来越浑厚 身躯的改造也越来越深入 不仅仅力量狂涨 灵觉也在产生 能感觉出敌意 能感受到任何威胁 颇有秋风未动 禅先觉 春江水暖压先知的感觉 所以 若有人用强瞄准他 他能感受到 刘洁是他招聘进来的 并没感到什么恶意 这有点奇怪 难道是王豪太过敏感了 但还是不敢大意 下令道 暗中关注他 看他和什么人联系 交给我 一定找出他背后的人 王豪自信满满 他是保安队长 年薪50万 加上认定张通是名著 当然非常卖力 张通回到别墅 就收到了王豪的微信消息 老板 刘洁外出了 我在跟踪他 他很警觉 非常小心 真是非常厉害的间谍 我差点跟丢 卧槽 真是间谍 张莫名地感觉到一股刺激 也感觉非常荒唐 他原本就是一个普通人 虽然有点小秘密 但真的人畜无害 没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 而且做过很多好事 真就没想过 会有间谍出现他的身边 不知道 间谍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而且是三十一厅 太爽了 太舒服了 从此 我成了高级白领 有房一族 时来运转 前程四锦 花清香 在房子中走来走去 看来看去 在每张床上都打了几个滚 然后就兴致勃勃地打扫卫生 打扫得一尘不染 又琢磨着要买什么样的绿植和小玩意 让自己的家更加温馨美丽 突然 柳青丝来访 笑盈盈地说 清香 走 我们去参观一下老板的别墅 都九点钟了 太晚了吧 花清香看了看时间 又看了看自己的穿着 清凉性感 非常诱人 大晚上出去 穿这种衣服有点危险 不晚不晚 老板别说很近 几分钟就到了 也别担心危险 这里治安非常好的 柳青丝拉着花清香走了出去 我们晚上去找老板 会不会让老板误会呀 花清香担心地问 我就是怕老板误会 才拉上你的呀 柳青丝笑道 我们老板有点闷骚 很会胡思乱想 我呢 就是想和老板聊聊工作上的事情 真的呀 老板太有趣了 花清香花枝乱颤地娇笑起来 这也说明你的魅力很大 不愧是最美女主播 最顶级的车模 才会让老板胡思乱想 别恭维我了 你也不赖 也是最顶级的美女 所以才通过了面试 从此年薪百万 赢取高富帅 走上人生巅峰 柳青丝笑道 呀 你说什么呀 花清香 霞飞双甲 放心荡漾 年薪百万 就是爽啊 虽然不说能赢取高富帅 但也不用为自己 没嫁人而担忧 从此财务自由 尽情地享受人生 老板 我来了 在你别墅门口 张通突然收到了柳青丝的微信 也才从刘杰是间谍的事中清醒过来 然后就摸着额头 天啊 第一天就送上门来 这样真的好吗 但心脏却是砰砰砰地跳动起来 眼前也浮出柳青丝 那风骚入骨艳丽绝伦的倩影 有点控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 我是开门呢 还是开门呢 不开门怎么好好教育他 让他迷途知返 于是张通打开门 却见柳青丝和花青香 亭亭玉立在门口 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美艳迷人 还幽香扑鼻 让人产生无限瑕疵 你们怎么来了 张通失望又高兴 失望的是柳青丝 竟然不是来投怀送报 高兴的是柳青丝 竟然不是来投怀送报 嗯 没错 就一样的原因 男人啊 真的是很矛盾 我来找你聊聊工作上的事情 听说12月1日就要拍卖 只三天时间了 我还不知道具体的拍卖品呢 我有点慌 柳青丝惶恐说 张通把他们请了进去 花青香自告奋勇的泡茶 张通就和柳青丝说了 说这次的拍品 主要就是千年人参和翡翠 我要将所有的拍卖品做成资料 柳青丝说 连拍卖手册都没有 怎么拍卖啊 来不及做了 这一次拍卖就随便吧 反正都是我自己的东西 没什么担心的 张通说 但下次开始 可能就有别人的宝物了 得正规一些 老板 我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别墅吗 花青香见两人谈工作 没完没了 就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实在是这别墅太奢华了 他很想看个全貌 得到同意后 他就欢呼雀跃的上楼参观去了 老板 我带了花青香过来 你是不是很失望呀 柳青丝突然就快笑着 调侃道 竟然敢调侃老板 该罚 张通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将他拉了过来 在他那高翘的臀部上拍了一巴掌 顿时悠悠地颤动着 是那样的绵软和有弹性 老板 我错了 我错了 你狠狠惩罚我吧 柳青丝横躺在张通腿上 娇羞一场 媚眼如丝 声音娇媚入骨 苏麻不已 我天 极品啊 张通暗暗地感叹 赶紧放开他 花青香还在呢 可不能传出什么风言风语 等柳青丝做回原位 张通赶紧插开话题 你安置好了吗 对住房满意吗 安置好了 和赵秘书的房子一样 都是富士套房 很宽阔很舒畅 有时间去我那做客呀 我跳舞给你看 柳青丝笑叶如花 秋波如烟 把若有若无的诱惑 私有若无的挑逗 欲具欢迎的暧昧 展现得淋漓尽致 真是一个妖精啊 你死人不偿命 也是真正的极品 张通暗暗地感叹 也非常的舒爽 这样相处起来很轻松 有这样绝美的极品女人属下 不能不说很有面子 老板 你的别墅好豪华呀 花青香从楼上下来 满脸的兴奋和激动 是不是还没有庸人 今后我来给你打扫卫生 好不好呀 不好吧 我会定期请终点工的 张通看着他如花似玉的俏脸 心在荡漾 他是什么意思 难道也想向柳青丝学习 请终点工不好 请佣人也不好 我拿着百万年薪 一周只上两天半班 其余时间来给你打扫一下卫生 不是挺好的 我还可以顺便练一下乐器呢 这样不扰民 花青香说 原来是想练乐器 张通恍然大悟 就给了他一把钥匙 好 你想来就来 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在的 的确如此 晚上看是住在别墅 其实是去了宝星 在宝星休息 睡眠和练拳的效果要好很多 或许是天地环境不一样的缘故 老板你真好 我爱你 花青香灿烂的笑了 美得让人窒息 难道我看错人了 这看上去很单纯的丫头 其实是个心机表 这就找到了和老板独处的机会 距离爬上老板的床还圆吗 柳青丝微微粗美 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啊 但这也是人家的自由 他柳青丝又不是张通的女朋友 连情人都还算不上 还真不好说什么 不过我头痛干啥呀 让赵倩头痛去吧 他们终于告辞走了 而别墅又来了一个客人 当然不是女人 而是保安队长王豪 他的脸色非常严肃 甚至手脚都在颤抖 显然有了重大发现 王豪一口气喝了三杯茶 才尝出一口气 满脸复杂表情 老板 我跟踪刘杰有重大发现 他真是间谍 而且是最顶级的间谍 背后的人我也知道了 真厉害 这么快就揪出了一个潜伏的间谍 不愧是曾经的兵王 张通暗暗地佩服 问道他背后是什么人 是异常事务处理局的人 王豪说 这个部门专门处理异常事务 汇集着众多的高手和奇人议事 竟然还有这样的部门 他们想要干啥 张通满脸的诧异和茫然 心中却是咯噔一下 难道我有宝星的秘密暴露了 他们竟然神通广大到如此地步 是这样的 他们确定你就是前几天救人的飞人 现在就是在调查你 想要能清楚你的来历 是外星人 还是修真者 当然也想弄明白你为什么能飞 王豪脸上的表情非常古怪和复杂 跟踪刘杰有如此发现 他赶紧上网研究了一下飞人视频 和张通对比 发现张通是飞人的可能性非常大 现在他有点紧张 若张通是外星人 会不会灭口 但若是修真者的话 应该不会伤害他 毕竟自己是给他做事 他这就是在赌 赌张通不是外星人 他当然相信在茫茫宇宙之中 一定有外星人 但未必就能来到地球 张通是外星人的可能性极少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么回事 张通瞬间就放松下来 一点也不担心了 在使用飞猪救人的时候 他就有东窗事发的准备 稳住柳青丝 也就是想拖延一段时间 免得自己手忙脚乱 老板 你真是飞人 王豪迟疑地问 这个问题过几天就有答案 张通笑道 但我可以认真地告诉你 我是地球土著 不是外星人 老板 你就是掉我胃口 王豪也马上放松下来 一点也不紧张了 异常事务处理局来了多少人 张通好奇地问 都有什么样的特长和能力 具体多少人我不清楚 其实我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 我仅仅认识其中一个 那就是长眉道长 昔日他来教过我们练气 算是教官之一 但却是很特殊的教官 因为他是修真者 可能是地球上屈指可数的修真者之一 王豪说 卧槽 修真真的存在 还有活生生的修真者 张通来了兴趣 修真当然曾经存在过 古代那么多道士 陈谈 老子 吕洞宾 张三丰 都是修真者 只不过地球灵气慢慢枯竭 所以修真也就做不到了 退出了历史舞台 长眉道长已经120岁了 他是十几岁的时候踏入练气期 算是入了修真的门 后来灵气彻底枯竭 一丝也没有 想练气入门 根本不可能 这都是长眉道长昔日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的 王豪用怪异的目光看着张通 难道 你不是修真者 灵气枯竭 长眉道长说过原因吗 张通若有所思 或许宝星就有浓郁的灵气 所以自己练拳无比神速 不过 通天拳很特殊 不是练气 而是练体 强大身躯和灵魂 也很依赖灵气和日月精华 正是因为地球灵气枯竭 以前的自己才修炼不出通天剑 他当然研究过 说是灵气全眼被关闭了 也就是说可能被封禁了 曾经无数修真者在寻找灵气全眼 想要疏通 但都没发现 王豪说 这么荒唐的事 我们那批特种兵可从来没信过 而弟娘 张通的心中掀起了滔天骇浪 她想起了连通地球和宝星的神秘通道 那不就是灵气全眼吗 难道 古时候是通畅的 灵气源源不绝地从宝星而来 让地球灵气浓郁 从而可以修真 若我把通道打开 那不是能恢复上古荣光 但 会不会有人能找到通道 进入宝星呢 应该不是所有人都能 而是只有部分 比如自己这样的有缘人 青铜剑就是证明 但修真者能不能根据灵气的来源 找到入口 可能也很难找到 因为通道能改变位置 只要我一动 通道就也动了 而且别人也根本看不见 天啊 信息量太大 这事儿可不能鲁莽 贸然连通 可能带来天大灾难 因为一些潜藏的修真门派 就会迅速崛起 从而改变地球的格局 科技和修真的较量 很可能生灵涂炭 还是暂时保持原状 我自己一人闷声发大财 闷声变强 尽情地享受人生 长眉道长很强大吗 张通忌惮地问 担心对方杀上门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弄死他 不好说 他仅仅修炼到练气二层 年老力衰 战力还是有限的 主要的是 他不敢施展术法 生怕损耗受援 王豪说 还能施展术法 张通的眼睛亮起 但很快就熄灭了 自己是练体 不是修真 完全是两码事 术法和自己无缘 没必要好奇和期待 队长是个女人 似乎很强 我估计是异能者 王豪又说 异能者 真的有 你说说看 张通又好奇地问 异能者就是力量 速度 反应能力 智商等等出类拔萃的人 小说中的空间和时间异能 那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现实中不存在 王豪已经猛逼了 看张通的反应 不是修真者 也不是异能者 他自己也说不是外星人 那他为何能飞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张通这一下放心了 能威胁到自己的存在不多 只要处理好废人事件 就可以继续低调地 闷声发大财 成为真正的神豪 指日可待 老板 要如何处理刘洁 王豪问 先不用理会他 张通淡淡一笑 既然是国家的人 为国家做事 而且没什么恶意 就没必要对付他了 现在我们了解了张通的一切 他已经无所遁形 走 去抓捕他 某座大楼之中 五那意气风发 带着几十名超级强大的队员 外加长媒道长 往张通的别墅而去 这样的实力 即使张通真是修真者 也得束手就擒 王豪前脚刚走 五那就带人来到了别墅 敲开门 对张通说 你好 我们来自国家部门 有事找你调查 请你配合 现在他们已经把张通调查个底朝天 对张通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包括张通捡到狗头巾 在街上赌十赚五千万的事 甚至连张通的出生证明都弄到了 基本确定他不是外星人 至于是不是修真者 就不得而知 当然 对于张通拥有神秘通道 能去到宝星的事是不知的 那太过隐秘 张通看了看他们的证件 就把他们请了进去 脸色也有点不好 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本以为还能拖延几天呢 看来是认为能吃定我了 我仅仅就是心善救了一个女人而已 就引来了麻烦 倒要看看他们的手段 长媒道长很不客气 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 用怪异的目光打量张通 最后说你不是修真者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能飞的 难道你是修真者 修真真的存在 不是小说坐这边的 张通好奇地问 我还真就是修真者 若不是地球的灵气全眼被堵住了 现在还是修真时代呢 长媒道长说 灵气全眼能冒出灵气 那灵气到底从哪里来 张通又问 当然是从地下灵脉而来啊 地下灵脉是非常神奇的 看不到 摸不着 但是能远远不绝输出灵气 从全眼冒出 长媒道长说 卧槽 那神秘通道难道就是地下灵脉 张通震撼至极 感觉自己发现了上股隐秘 宝星和地球的联系可能很深 还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必须加快探索的脚步 别歪咯 我们问你为何会飞 五娜悄悄查鸡 美好气地说 我会飞 我怎么不知道 张通愕然 你不要否认你就是那个非人 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五娜说 你还是老实地交代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证据呢 张通一点也不慌张 毕竟 昨夜已经知道了一切 甚至也有对方找上门来的预案 证据我们当然能找到 但我们的事太多 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 希望你配合吧 五娜说 我不是 你们找错了人 张通否认 没有证据 你说个毛线 你找不到工作 愤然回农村创业 然后你有其余 从而踏上寻宝之路 如今身家过百亿 其中有一些宝物来历不明 五娜冷冷地说 比如你的翡翠 到底来自何处 莫非我还是偷的 或者抢的 有人报案了 张通火大 你就不心虚吗 就不怕我们继续查下去 五娜说 不怕 你们尽管查 张通说 我是寻宝人 任何宝物都是寻宝的来 或者别的寻宝人委托我拍卖 目前仅仅只有千年人生 翡翠 当然还有红宝石 这都是大自然孕育出来的宝物 我想我没妨碍谁 也没做任何违法的事 你从小练武 但大思前都没什么异常之处 现在却拥有千金审利 是觉醒了力量异能 五娜说 难道你还觉醒了飞翔异能不成 我力气大是因为练武有成 不是修真者 也不是异能者 我不能飞 张通说 你们真的找错了人 不过 我听到了一个消息 和飞人有关 什么消息 五娜的眼眸亮起 看来张通还是承受不住压力 要投露出一些秘密了 这比暗中调查要省力得多 飞人能飞是接住了道具 这种道具会在我的拍卖会上拍卖 所以 只要你们等上几天 也就可以看到了 张通说 他把飞猪说成是道具 或许就会被默许拍卖 等于拿到官方许可 那今后就可以在宝星寻找飞猪拍卖了 能源源不绝地获得今天财富 若他现在拿出飞猪 十有八九不会被允许 因为太神奇了 那么一点点大 就可以让人失去重力 让人飞翔 其中的原理若能破译出来 或许可以研制出反重力设备 从此进入新的纪元 但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可能需要几年 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或者永远也破一步了 毕竟那是宝星飞棒体内孕育出来的 用科技手段复制 定然不会顺利 那这么长一段时间 张通不能拍卖飞猪 绝对是天大的损失 而且 若一直源源不绝地拍卖飞猪 全世界各国共同研究 竞争压力大 出成果的概率更大 能更快让民众受益 大不了多卖一些给国家 保持优势就行 竟然是道具 我怎么看不出来 武娜很惊讶 你说说看 是什么道具 我也还没见过 必须等拍卖的那天 对方才会拿出来 张通说 但据说体积不大 体积不大的道具 怎么能让人飞 武娜说 难道是大型的飞行服 长眉道长粗眉说 但灵气哪里来 如何制作成功 你们没必要猜测 反正过两天就能知道 张通说 你现在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 武娜强硬地说 否则不允许拍卖 那并不是我们国产的道具 你不允许拍卖 别人放国外拍卖 你管得着吗 若不是我和他关系好 道具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湘南 张通说 哼 那个非人就是你 你否认也没用 武娜气坏了 不是我 是那个寻宝人 张通怎么可能承认 要不 我回绝他 不拍卖那个道具了 不 不能回绝 必须拍卖 武娜慌了 现在得到内幕消息 完全可以占据主动 道具迟早能到手 嘿嘿嘿 搞定 张通暗笑 这一下拍卖成定局 即使对方不找上门来 张通也会拍卖一粒试试水 反正真就是捡到的宝物 自己藏着 就是浪费 拿出来算是做贡献 将来让无数富豪都拥有飞行珠 全部飞翔出行 定然微微奇观 世界首富的宝座就属于我的了 接下来双方交谈颇为愉快 张通还开玩笑问了问 武娜有没有男朋友 要不要给他介绍一个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 你看范冰香怎么样 武娜也戏谑的反击 显然也知道张通和范冰香的那次相亲经历 你们还真是无孔不如啊 张通恨得牙痒痒 也非常想打他的屁股 不知那是什么感觉 经过几天的紧张筹备 12月1日到了 是公司开业的日子 也是计划中拍卖千年人生的日子 一大清造 公司职员全部到位 包括这一次招聘到的所有美女 以各个打扮的花枝招展 是最靓丽的风景 很多客人送来了花篮 众多珠宝行业老板 众多世界级寻宝人 还有众多气宇宣昂的外国人 有人来自古神公司 有人来自世界首富的公司 代表着古神和世界首富 都是冲千年人生来的 他们早就知道赵家老爷子吃了千年人生 从而恢复了健康 甚至还能活十几年 当然都想拍到千年人生 用几亿增加十几年寿命 那简直太划算了 恭喜恭喜 范冰香也送来了花篮 笑夜如花 谢谢 张通有点惊讶 这女人竟然还送贺礼 上次不是闹翻了吗 伍娜也送来了花篮 今天她打扮得特别靓丽 一点也不亚于范冰香 赵倩等人 毕竟也是超级美女 她自信满满 气场很足 张通差点憋不住笑 不知道当伍娜看到道具是飞猪的时候 会是什么表情 气急败坏还是惊喜 我的天啊 好多的富豪 大部分竟然是外国人 罗维花清香柳青丝 赵倩罗胖等等之员都很震惊 难道老板的人脉如此恐怖 伍娜和范冰香坐在一块 范冰香好奇地问 看你的样子 非常的轻松愉快 难道这一次的调查有结果了吗 这是国家机密 不过 很快就不是了 你自然就能知道 伍娜微笑 对了 我很好奇 张通说你恬不知耻 你竟然还来参加他的公司开业 太难堪了吧 我和他仅仅就是一场误会 我开玩笑 他当真了 范冰香若无其事说 我还以为是你们范家对他有益 希望他对你求婚呢 伍娜略带调侃地说 其实若喜欢他 就去追他 而不是等他开口 他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优秀得多哦 你若喜欢他 也可以去追啊 既然他那么优秀 据我所知 你还没男朋友吧 范冰香微笑着说 我只是感觉很惋惜 你们本来是很完美的一对 伍娜似笑非笑 就不必转移话题了 我也感觉你和他很合适 毕竟你们有很多类似之处 范冰香笑道 汉 我以为这两个大美女在聊什么呢 竟然在聊老板 王豪身为兵王 一直在关注武娜这个危险人物 若无其事地接近 尴尬地败退 终于 拍卖开始了 张通和柳青思站在了台上 一个帅气英俊 沉稳如山 一个美丽漂亮 气质高贵 仿佛一对金童玉女 格外的戏人眼球 连饭冰香都有点吃味 怎么张通身边的女人 一个个都这么性感美丽 诱人至极 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天的拍卖有四种宝物 压轴宝物不是千年人生 而是一种更加珍贵的神秘宝物 敬请期待 饭冰香的声音激昂 清晰 动听 乐耳 一点也不切场 而张通充当了翻译 将之翻译成英语 毕竟曾经是超级学霸 英语当然是拿手好戏 什么 还有比千年人生 更加珍贵的神秘宝物 台下的富豪都很震惊 难以置信 在他们的眼中 千年人生就是世上 最珍贵的宝物了 因为可以延长寿命 甚至可以根据原理 研制出替代药物 从而创造出无限的财富 估计是在吹牛吧 或许是真的 看来得多准备一些资金 一些顶级富豪非常敏感 毕竟都是人精 能赚到几百亿几千亿身家 可不是运气 第一件拍品是红宝石 重187克 经营剔透 皮炼如霞 毫无瑕疵 是世上最大最美的红宝石 起拍价五千万 我出一个亿 一名来自国外的女富豪 兴奋地大喊 两亿 两亿三千万 三亿 四亿 五亿 七亿 十亿 最后被先出价的女富豪 用十亿的价格拿下 算是一个开门红 让气氛变得炽热 众多职员也仿佛如同打了鸡血 一个个兴奋莫名 激动不已 接下来就是拍卖翡翠 分好几次拍卖 100斤 200斤 300斤 别的翡翠 比如紫罗兰和玻璃肿阳绿 当然就是一块一块 毕竟数量不多 众多玉器行业大老板都激烈竞拍 一些富豪也加入了争夺的行列 毕竟都是顶级翡翠 非常漂亮 极为罕见 尤其是玻璃肿阳绿 那更是可遇不可求 用之打造成首饰 是非常有面子和身份的 学问润身 富贵润污 财富太多 当然会极力装扮自己 翡翠拍卖完 一算总账 达到150亿 让范冰箱都有点无语 张通太牛逼了 太能寻宝了 自从捡到狗头巾开始 就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 他的身价就可能突破300亿 而且是现金 真可以和范家相提并论了 昔日 真是错了 不应该逼张通表态表白的 而是应该主动追求他 那即使没成 也不会结怨呀 老板 你发财了 罗胖也早就兴奋激动的 不能自已 恨不得指着杨波的鼻子 蠢货 睁大你的狗眼 看看今天的神奇场面 什么是神豪 这就是 张通太厉害了 不愧是寻宝界的后起之秀啊 众多寻宝人都很羡慕 也很佩服张通弄一个拍卖公司 拍卖他寻到的宝物 不要担心被人坑 这一下 天保拍卖行要名扬全世界了 今后 自己寻到的宝物 也可以给他拍卖 或许能拍出更高价 老板太牛逼了 太有钱了 全部美女职员都翘脸烟红 看张通的目光都带着一种甜 当然 对张通的好感是因为张通对他们很好 给那么好的待遇 仅仅因为他们颜值高 这样的老板去哪里找啊 很快 千年人参的拍卖开始了 所有人都来了精神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厮杀和血战 台上 十名职员各自手里高高举着一根千年人参 长长的血白身须垂落到台下 柳青丝在激昂的大喊 九根千年人参都中约七斤 绝对的真品无疑 千年人参能生死人肉白骨 赵家老爷子83岁 本来身体机能退化 多个器官功能衰退 昏迷不醒 医生判断只剩下三天时间 就是吃了一根千年人参 从而起死回生 医生说还能再活20多年 这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可遇不可求 现在 千年人参第一根 竟拍开始 起拍价1亿人民币 他没说谎 如今赵家老爷子越发健康 去医院检查过 说他就是60来岁的身体 岂不是说他还能活20多年 2亿 有人傲然大喊 这是一家米国医药公司的代表 先生夺人 直接就加了一个亿 3亿 有顶级富豪也不甘示弱 增加20年寿命 不要说3亿 就是10亿又如何 谁不是身家几千亿 5亿 6亿 10亿 最后被一名疯狂的老富豪 用10亿的天价拿下 卧槽 千年人参这么值钱 张通有点猛逼 难以置信 在这一刻 他甚至怀疑自己被套路了 昔日饭冰箱买千年人参 让那个姓孙的股价 说只值5000万 饭冰箱用四倍的价格买下 当时感觉饭冰箱很够意思 非常大方和豪气 当然 也可能是宝兴的人参的药效 要强过地球人参 所以才让饭老爷子增加了20多年寿命 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 而没那一根人参是水 后面的也卖不出这样的天价 所以 张通也没纠结 接下来的拍卖越发的火爆和恐怖 第二根拍出11亿 第三根拍出了11.5亿 后面的分别是 12.8亿 最后一根甚至拍出了15亿 张通狂赚130亿出头 这些富豪疯了 饭冰箱气得差点吐血 脸色也变得很不好 这一次他代表饭家来拍人参 准备了5亿资金 结果一根千年人参都没拍到 这样的宝物 你们饭家能花两亿的低价 得到一根就是天大幸运了 还想低价获得更多 做梦呢 五亿瞥了范冰箱一眼 我们没得到不是好事 你还幸灾乐祸 范冰箱气鼓鼓地瞪了五亿一眼 既然有那么多千年人参 八九百年的也定然不少 我担心什么 五亿满脸戏谑 只要你放下自己的高贵去求张通 自然可以得偿所愿 范冰箱不知说什么好 上一次搞砸了 饭家看好张通 想要联姻 自己也看上了张通 想要和他更深入地交往 甚至走进婚姻殿堂 但希望张通表白 维持豪门的尊严和脸面 哪知反而结怨了 当时他称怪地说 我把你当朋友 你却想睡我 按照常理 张通会笑音音地点头 是啊 我就想睡你 做我女朋友吧 也就等于他主动表白了 但哪知他是截然相反的反应 当时差点欺死他 发誓一辈子不理他 难道 现在又要去求他 今天我们老板赚到290亿了 太牛逼了 太厉害了 众多职员 不管是保安 还是前台 或者鉴定师 都震惊狂喜兴奋 激动 也有荣烟 跟着这样的神豪老板 还能没前途 包养两个不够啊 必须多加几个 否则这么多钱 怎么花得完啊 罗胖还带入其中 满脸淫荡的嘀咕着 下面拍卖压周宝物 绝对颠覆你们的想象 和固有观念 能给我们的科学家 无限启迪 或许可以开启第五次科技革命 柳青丝激昂地大喊 这宝物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粒豆子 那么大的珠子 花清香微笑着举起托盘 里面放着一粒小珠子 白中带黄 其貌不扬 这么一粒小珠子是宝物 我怎么看不出来 众人都满脸疑惑 五娜也粗眉了 难道这珠子就是道具 能让人飞 不可能吧 这个宝贝名叫飞珠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让人飞 柳青丝笑道 前不久的飞人事件 有人飞天救人 就是使用了这一粒飞珠的结果 什么 这怎么可能 无数人都惊呆了 那么小的一粒珠子 竟然可以让人飞 难道是小说中的法宝 难道是外星科技物品 诸位 飞珠不是法宝 也不是来自外星 更不是科技物品 而是大自然孕育出来的宝物 其实就是一粒珍珠 是从一只棒中弄出来的 但却是能让人飞 柳青丝说 众人更是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了 珍珠中还有这样的极品 能让人飞 之所以发现了飞珠的奥秘 是因为那一只棒非常巨大 能飞出水面吃鸟 从中掏出珍珠 由于品相不好 扔在地上 结果被一只狗含在嘴里 狗就飞起来了 柳青丝说 什么 飞棒 难道是妖精 孕育了神奇的飞珠 含在嘴里 就可以飞起来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所有人都好奇兴奋到极致 他们见多识广 什么样的稀奇是没见过 但飞棒或飞珠 却是第一次听说 能不能当场试验一下 有富豪期待的大喊 对对对 快试验一下 其余人也激动地附和 如你们所愿 张通把珠子塞进一个小小的外套中 外套又连接着一根绳子 套在脖子上 用外套裹住不影响使用效果 这样记住也就不用担心吞咽下去 否则可能会飘到外太空 飞翔规则是这样的 张嘴就下降 闭嘴就上升 前倾就前进 后仰就到飞 快飞 别耽误时间 众人哪里还有耐心 听张通介绍如何使用 都想看看效果 就怕张通是在吹牛逼 看来大家是等不及了 我马上就表演 但你们一定要做好 震惊至极的心理准备 不要心脏病犯了 张通认真的说 这段时日 他暗暗地训练飞翔技巧 有天大的突破 绝对能惊呆众人 张通戴上了一张面具 担心被人录像 那将来自己也就家喻户晓了 成为名人 被无数人关注 然后他盘膝而坐 寒蛀飞珠 瞬间就飘飞了起来 天啊 飞起来了 好神奇啊 众人的眼睛都亮起了璀璨的光芒 满脸激动和兴奋 张通盘膝停在半空 一动不动 仿若先佛 突然起身 凌空踏虚打拳 一招一式非常凌厉 甚至还翻了不知道多少个跟斗 快得如同风车一样 然后他开始绕圈飞翔 速度越来越快 发出呼啸之声 甚至他还头下脚上飞翔 无比的娴熟 天啊 若是不知道内情 都会以为他是真正的超人 哈哈哈哈 有这么神奇的宝物 今后电影就不需要特技了 直接可以在空中各种打斗啊 这是反重力宝物 能改变自身的重量 这是地球科技没能涉足的 也给我们的科技指出了一条新思路 我才不管它是什么科技原理 我只知道 若有个这样的宝物 还买什么飞机啊 也不用买车 比开车快多了 根本不用担心堵车 众多富豪震惊至极 狂喜莫名 这样的宝物 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 老板太神奇了 竟然弄到了能飞天遁地的宝物 全部支援都目瞪口呆 震撼至极 保安队长王豪却是彻底无语 原来飞人真就是老板 而他真不是修真者 飞天是用了这么一粒神奇的珠子 我们老板测试过了 比飞机的速度快上很多 因为几乎可以无限加速 柳青思笑盈盈地说 这混蛋太坏了 说是道具 这是道具吗 明明是飞翔法宝啊 这么珍贵的宝物 他竟然要卖掉 伍娜气得拨痛 咬牙切齿 恨不得暴揍张通一顿 现在他终于明白 上了张通的当 被张通忽悠瘸了 这一下后果极其严重 必须派到这个宝物 但今天贷的资金不够多 武队长 飞珠应该是一粒棒壳妖精 修炼出来的内单 长眉道上说 想要用科技手段复制出来 应该非常难 甚至不可能 毕竟是两个体系 用飞机汽车和飞珠比 那真没可比性 前者要耗油 但飞珠却不消耗任何能量 我使用很长时间了 完全就没有任何消耗 张通冉冉降落在台上 笑道 速度也比飞机快上很多 只要穿上防护的盔甲 超过导弹的速度都没问题 甚至 十分钟就可以飞到米国 十分钟飞到米国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宝物若能用科技手段复制出来 绝对能改变人类的一切 有人惊呼出声 聪明的已经在暗中调动资金了 飞珠必须拍到手 定然可以打造一个万年昌盛的商业王国 全球首富都不在话下 我可以试试吗 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美女举手大喊 当然可以 张通微笑点头 当众指点她的注意事项 然后俄罗斯美女就飞了起来 她的胆子很大 飞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猛 天啊 这是何等神奇的宝物啊 若是在外面 我直接就飞回俄罗斯去了 美女兴奋地大喊 其余人也见烈欣喜 纷纷要求飞一飞 先后有十几人是飞过 都飞得非常潇洒 长梅道长 武娜 范冰箱也在其中 这一下 所有人都相信了 这不起眼的珠子真就是神奇的宝物 能让人飞翔 这家天宝拍卖行是真的牛逼啊 能弄到这么神奇的宝物 终于 飞珠被收了回来 开始拍卖 起拍价 十亿 柳青司寄昂地宣布 十一亿 十八亿 二十五亿 五十亿 价格节节攀升 竞价的人太多了 都想要得到 毕竟有实力的富豪不少 而且都是世界级的富豪 所以 慢慢的 一些实力不够的富豪退出了争夺 五那不是富豪 但代表着国家 准备了十亿资金 可惜十亿是杯水车薪 根本竞拍不到 六十亿 八十亿 一百亿 一百二十亿 一百五十亿 终于没人再出高价 区区一粒珠子 价值一百五十亿 简直超出人的想象 而今天的竞拍 张通狂赚四百三十亿 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迈入了国内最顶级富豪的行列 让无数人目瞪口呆 佩服至极 羡慕不已 若说什么最赚钱 现在的答案肯定和以往不一样 那就是寻宝 完全就是无本买卖 哈哈哈哈 老板赚大钱了 这一下是真的牛逼了 怪不得那么的大方豪气 给我们这么好的待遇 众多职员都以各个兴奋激动 格外的自豪 恨不得马上就找朋友家人吹牛逼 分享心中的喜悦 分享自己老板是超级神豪的喜悦 怎么才能安全回国 竟拍到飞珠的是寻宝人史密斯 背后当然是米国的超级富豪 隐形家族 史密斯非常的强大 有自信能安全回国 不过 飞珠太珍贵了 太重要了 定然会被很多人盯上 一个不好 可能就会被抢走 体积那么小的飞珠 被人抢走 你找都没地方找去 而且 这么重要的宝物 甚至可能引发第五次科技革命 谁掌握了飞珠 谁就掌握了成为超级强国的钥匙 这玩意比千年人参还要重要得多 若是华国之道拍卖会上有神奇的飞珠 怎么可能不阻止 显然事前是不知道的 但现在知道了 十有八九会阻挠他带飞珠回国 只要说飞珠关系到国家安全 不允许流出 他就只能干瞪眼 所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一拿到飞珠就带着人冲了出去 然后就腾空而起 化成了流光 呼啸着远去 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快到让人的眼睛都看不清楚 剧烈的狂风差点把他吹散架 但他一直咬牙坚持 这么快的速度 就是导弹也没办法拦截 即使拦截住 那飞珠也毁了 谁都得不到 所以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逃得真快 伍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本打算扣押对方 但没想到对方的反应这么快 直接飞走 飞去米国 这事怎么办 都怪张通 这事都是他导致的 难道张通是米国间谍 他黑着脸 带着人去找张通麻烦 这一次 若张通没合适的理由 就把牢底坐穿吧 天宝拍卖行会议室 伍娜和张通相对而坐 伍娜死死地盯看着张通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猛然一拍桌子 你知不知道 你这行为等同于叛国 不是你允许我拍卖的吗 张通满脸的无辜 那是你糊弄我 说那是一个道具 现在你告诉我 那是道具吗 那是超级神奇的宝物 能研制反重力装置和设备 能开启第五次科技革命 对于国家无比重要 现在他到了米国人手中 后果无比严重 五那咬牙切齿 小伙子 你摊上大事了 真的摊上大事了 你太过摊财了 国家国家 有国才有家 现在你竟然把非猪拍卖 到了米国人手中 等于帮助米国崛起 我不理解 你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 长眉道长说 你们严重了 张通还是一点也不紧张 我仅仅就是卖了一粒珍珠而已 虽然有点特殊 你们没能净拍到 迁路我 不好吧 珍珠能让人飞 长眉道上气坏了 我告诉你 棒壳成腰 非猪是他的内单 所以才如此神奇 整个地球 就只有这么毅力 是无价之宝 哪里是财富可以衡量的 你的银里只有钱吗 内单 扑 张通笑喷了 这老头果然不愧是修真者 虽然没修炼出什么名堂 但却是认为世上有妖怪 妖怪有内单 真是笑死人了 你笑什么 伍娜和长眉道长脸都黑了 恨不得狠狠一巴掌打死张通 我是真的憋不住笑 道长 你太搞笑了 张通说 这针就是珍珠 一种特殊的珍珠 因为从体内找到两粒 另外一粒稍大一些 难道 内单还能有两粒 就是小说中也没这么写啊 什么 两粒 怎么可能 长眉道长满脸的震惊和不敢置信 这完全颠覆了他的三观和认知 但伍娜却是一脸狂喜 快拿出来看看 看吧 张通也没藏着 把另外一粒小飞猪取出 放在桌子上 早就算计好了 这一粒就是给国家准备的 若今后还能弄到飞猪 还要继续拍卖 那才能得到允许 否则 甚至都没今后了 伍娜第一时间就把飞猪放进嘴里 然后他就飘飞了起来 果然是飞猪 太好了 伍娜满脸的欢喜 但很快又冰冷的说 虽然有两粒 但也不应该让米国人得到一粒 但这宝物真不是我的 是别的寻宝人的 张通说 谁拍到 我也管不着啊 谁让人家有钱呢 而且啊 我那朋友说 他发现还有另外的飞猪 但更加巨大和可怕 比较难以猎杀 不过 还是能再次得到的 下一次 还会继续拍卖 那个时候 可能就不在我这里拍了 所以 米国人迟早也能得到的 还有另外的飞猪 到底在什么地方 长眉道长彻底的激动了 这地方一定适合修真 对我非常重要 能不能告诉我 且不说那地方不能修真 就说能 你以为别人会把这样的神奇之地说出来吗 张通说 他现在甚至躲起来了 就是怕有人威胁他 才托我拍卖的 我自作主张只拍卖了一粒 这一粒你们想要拿走的话 也是要给钱的 否则 想要得到更多的飞猪 那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 人家再不会信任我 哎 长眉道上深深的叹息 满脸的失望 那地方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洞天浮地 里面还有灵气 可惜 却是找不到在何处 道长 你别多想 飞棒真不是妖怪 否则怎么会有两粒内单呢 所以 那是一个新物种 没有翅膀也能飞 以前只是钱藏得很好 没被人发现而已 即使发现了 估计也没发现珍珠的秘密 张通说 新物种 不可能 长眉道长很固执 还是不相信 要不这样吧 你告诉你那朋友 我传他修真秘法 条件就是带我去那地方一起修炼 好 我会尽快地问问他 张通说 那等你消息 长眉道长很高兴 你说是新物种 那地方的飞棒有很多不成 五那问 也不是很多 但有大有小 大的有车那么大 小的只有巴掌那么大 但都能飞 体内都有飞猪 只是大小不一样 张通说 道长 若这样说来 恐怕真是新物种 五那说 你的希望可能要落空了 若真是新物种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长眉道长说 这一粒国家会买下 你看多少钱 五那问 半价如何 张通说 半价就是75亿 半价 你就不怕你那朋友责怪你 五那说 我当然能说服他 张通说 这样的宝物 若拿去别的国家拍卖 那是绝对出不了国境的 甚至可能被收缴 也就是说 根本不能用高价卖出 只有我们国家 才如此开明 才能成功拍卖 拍出了恐怖天价150亿 他该感谢我们国家 给一些优惠是应该的 若今后还允许他拍卖 或许还能给出更高的优惠 这一粒10亿 允许今后继续拍卖 但拍卖多少粒 就要以10亿的价格 卖给国家多少粒 五那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 就严肃地说 我会联系他 看他答应不 张通说 你现在就问他 这事非常重要 五那说 现在联系不上 明天早上给你答复 张通说 这一粒你可以先拿走 好 五那同意了 脸上也是浮出了笑容 虽然出了纰漏 但结局还是很完美 若能用如此低价 拿到非猪 但别的国家 必须天价参拍 当然占据了巨大优势 若得到很多非猪 除了做科研的 还可以给特工配上 那真能轻松进出不友好国家 没任何危险 营救重要人物也非常轻松 看来 张通早就有了处理非猪的计划 这家伙胆子大 但智商是真的高 出了天宝拍卖行 五那就下令 全面监控他 一定要找到他和谁联系 某酒店的包房中 天宝拍卖行正在办庆功宴 全部支援包括所有的保安 都参加了 现在公司的宝库中没有宝物 所以不需要看守 把门一锁就行了 总共也就23人 8个美女 两名鉴定师 一个财务经理 加上张通和罗胖 保安坐一桌 其余人坐两桌 张通这一桌 就是张通和四个顶级美女 赵倩 柳 青丝 罗威 花 青香 四人频频对张通敬酒 笑夜如花 媚眼如电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张通非常的舒爽 也非常的自豪 昔日就发过誓 若创办公司 一定要聘请众多美女 终于实现了愿望 虽然公司不大 仅仅23人 但顶级美女 确实有四个之多 任何一个都倾国倾城 都必花修悦 带出去的话 都有面子 都能让无数人羡慕 罗胖坐另外一桌 四个美女 苏珊珊 潘宇 乔丽 陈芳 两名鉴定师 一名财务经理 也算是美女如云 一个个都向她敬酒 声音也娇媚可人 笑容也非常甜蜜 罗胖曾经做甜狗 昔日的谭家 何曾对她有任何好脸色 所以她非常开心 非常兴奋和激动 这才是人生的巅峰 今天公司开门红 恭喜老板狂赚430亿 大家欢迎老板发表演讲 赵倩起身 娇笑着说 众多职员都笑着鼓掌 满脸的期待 感谢诸位这段时间的努力 大家非常辛苦 张通起身说 所以 每人发50万奖金 我的天啊 才工作了几天 就发50万奖金 所有职员都震惊了 狂喜了 老板是真的好啊 不愧是神豪 简直大方盗报 我都想真的跟着他了 刘杰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 这么大方的老板他第一次见 他还没辞职 奉命继续监控张通的一举一动 尤其是今晚 必须不能让张通离开他的眼睛一个瞬间 谢谢老板 我爱你 所有的美女率先欢呼起来 罗威还冲上去给了张通一个热情的拥抱 在他脸上巴唧了一下 他来自艺术学院 但并不是学唱歌跳舞 而是书法和绘画 想变现非常难 没出名钱 即使你的书画很不错 但也卖不掉 而他的家庭很普通 给他的生活费很少 哪里够他这样的顶级美女花 但他又没找到满意的男朋友 所以 小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非常窘迫 身上的衣服都很普通 只是因为颜值高 又善于搭配 把地摊货穿出了名牌的感觉 虽然年薪百万 但薪资还没发 本以为还要苦熬一个月 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哪知老板突然就发50万奖金 让他简直高兴坏了 偷袭我 不行 我要亲回去 张通喝了不少酒 非常放得开 一把抱住他的小蛮腰 在他的脸上也巴唧了一下 修得罗威 霞飞双甲 媚眼如丝 差点就软倒在张通的怀里 再来一个 众多职员都怪笑起来 或许也是喝了酒的原因 他们都很放得开 连赵倩都娇笑连连 丝毫也没有生气 他早就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吃醋干啥啊 让自己难受 现在薪资这么高 奖金这么多 还能和这么帅的老板 保持暧昧关系 这是无数女人都羡慕的事啊 张通可没再过分 松开了罗威 反而是罗威又偷袭了他一下 在他另外一边脸上 留下了一个红红的唇叶 才娇笑着逃了开去 笑得众人东倒西歪 乐不可知 老板 谢谢你的慷慨 我敬你一杯 花清香修红着脸 带着浓郁的优香 来到张通身前 手里是一杯满满的白酒 至少三两 等张通和他碰杯之后 他就姿态优美地喝了下去 然后就脸红如血 人也变得摇摇晃晃了 最后就扑通一声 倒在张通的怀中 卧槽 这也太容易醉了吧 众人的眼睛都直了 这是故意的 还是故意的 一个个都是妖精呀 柳青丝嘴角微洒 想勾引老板 没这么容易呢 他不是那种急色的男人 他勾引他那么多次 都没任何用 有一次甚至是两人独处 在他柳青丝的房间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了 另外一次在张通的别墅 张通也紧紧打了一下他的秘囤 就没进一步的动作了 可见 他没想扩建后宫 有赵倩一人足矣 不过 他还是很喜欢美女 所以 高薪聘请 聚集美女在身边 或许 他就是享受被美女簇拥和崇拜的感觉吧 这美女也太香了吧 张通被奇异的花香包裹 忍不住深吸了几下 更是花香扑鼻 沁人心皮 但还是没好气说 喂喂喂 你行行 不能喝净什么酒啊 不不不好意思 哦我就是高兴 我的酒量一直不行 一杯到 从来不敢在外面喝的 这是第一次 话清香 醉眼朦胧 说话都不清晰了 好吧 张通有点无奈 只能继续搂着他 又激昂地大喊 诸位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明天就不用上班了 因为我决定放假半个月 想去旅游都可以去 男的带上你们的小姨子 女的带上你们的情人 若美女没人陪 也可以找我 我会和你说说加班的事 哇塞 爽爆了 老板 你太好了 老板万岁 老板 我爱你 老板 你太幽默了 还以为找你 你会陪我去马尔代夫玩 结果你说加班 众人欢呼 狂笑 一个个美的冒泡 幸福的找不找北 这大概就是世上 最豪横任性的老板了吧 一言不合就发50万奖金 脑门一拍就放假半月 简直让人心花怒放啊 能在这样的公司上班 简直就是祖宗保佑啊 嘎嘎嘎 三皮啊 这个月我拿了50万奖金 哥的身家快破百万了 还有 今天张通赚了400多亿 罗胖忍不住又和杨波下拜 你一天天吹牛 就不无聊吗 滚粗 摩都某公司办公室 正在拼命工作的杨波 脸色铁青 马迪 就欺负我是新来的 天天让我留下来加班 罗胖这白痴 还经常来无脑狂吹 我又不是傻子 张通一天赚400亿 400块都够呛 恨不得飞过去 一巴掌拍死那只杖胖子 那就不会再来烦他了 就在众人欢呼雀跃 兴奋无比地当 门哐当一声被踢开来了 一名胖子骂骂咧咧走进来 叫桑呢 你们 吵得耳朵嗡嗡作响 非要我们上门找麻烦对不对 他的后面跟着20多名大汉 一个个彪悍强壮 外吊着烟 满脸的脾气 看上去不像是什么好人 而当他们看到众多美女 都眼睛猛然瞪大 一个个极为惊艳 也非常不愤 自己这边这么多人 却一个美女也没有 太不公平了 你们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张通指住了众多要报起的保安 他不喜欢打架 尤其是在酒店之中 好好的庆功宴 可不能庆功到橘子里面去 哈哈哈哈 我是什么人 你没必要知道 庞坦怒目丁看张通 你们是新成立的娱乐公司 还是模特公司 那和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张通怒了 本来还想和和气气 把问题解决 但对方太嚣张了 马上给我滚 否则让你们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 区区一家小公司 也敢在我庞坦面前这么嚣张 你找死呢 庞坦愣了一下 然后就冷笑出声 那些大汉也一个个绩笑连连 看智障一样的看着张通 来来来 爷爷单挑你们全部 看看到底是谁找死 罗胖抢先跳了出去 冲对方勾手 他身高一米九 一身肥肉 蹲位很大 丝毫不亚于庞坦 这么跳出来还是很唬人的 他是真的一点也不怕 一边坐着十名超级牛逼的 退伍特种兵 其中还有一个兵王 更何况还有更加强大的张通在 对付这种跳楼消丑 当然得他这个小弟冲在前面 何况 这么装逼的事 可不能少了我罗胖啊 没看到同桌的四个美女都欣赏的看着他吗 这就是吸引美女的第一步 将来选一个追求就行了 若运气好 那就可以如同张通一样 被无数美女勾引和诱惑 想睡谁看心情 嘎嘎嘎 你个小胖子 简直就是不知死活 爷爷手下任何一个都能吊打你 庞坦满脸的比仪 今天就一句话 你们马上赔礼道歉 顺便把我们的单买了 这事也就过去了 这还是看你们美女众多的面子上 否则不会这么轻松 他的同伴也一个个怒目而视 极为的鄙夷和愤怒 我们用血在拼命 却薪资不过万 而这些娱乐公司的混蛋去赚大钱 发奖金五十万 又放假半个月 太没天理 马上给我走 否则后果自负 王豪大步走了过去 把罗胖护在身后 其余的保安却是没动 相信王豪一人能搞定 毕竟是曾经的兵王 你们果然不是好人 做了什么坏事 正在分赃吧 都给我老实点 乖乖地捅我们回去 交代清楚 庞坦杀气腾腾地说完 就带着众多同伴冲了过来 是真的要动手 你们是城管 王豪猛然就动了 一个过肩摔 就把庞坦摔倒在地 发出喷的一声巨响 然后他一个扫堂腿 前面的几个大汉就翻倒在地 其余的人眼睛一花 就又莫名其妙地倒下 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 扑 就这种货色 也就说吊打你胖爷 罗胖当场笑喷了 卧槽 这娱乐公司也太有钱了吧 竟然还请了个兵王做保镖 庞坦气得差点吐血 昔日的他也当过兵 而且是特种兵 战力当然是不弱的 但对上兵王 当然不够巧 这一下面子都掉光了 不过 今天这事没完 你们敢打城管 不想活了吗 其中一个实在忍不住 怒吼道 由于乡城突然来了很多世界富豪 外加很多寻报人 所以 他们就被抽调过来巡逻 而且穿着便衣 算是隐藏在暗中的力量 现在任务完成 便来酒店吃饭 城管 张通有点猛逼 怎么莫名其妙和城管起冲突了 但也不会畏惧 冷冷地说 我们是天保拍卖行的职员 你们想怎样 天保拍卖行的职员 所有城管目瞪口呆 他们不就是因为这家拍卖行搞什么拍卖 引来了无数的富豪 而被抽调过来加班的吗 听说这家拍卖行一天拍出了430多亿 其中一个宝物叫飞珠 能让人飞 误会 原来是误会 庞坦爬了起来 尴尬地说 我以为你们是娱乐公司 在这里嚣张的发奖金什么的 吵死我们了 我们就因为你们公司加班太晚 正心情烦躁呢 辛苦了 王豪随手扔出两条中华烟 拿去分了 他不想和城管一般见识 更不想和城管发生冲突 谢了 庞坦满脸欢喜的结果 还自来熟地看着张通问 您就是天保拍卖行的老板张通吧 真是年轻有为 英俊帅气 我佩服至极 下次拍卖 我还会申请来巡逻 也根本不等张通的回答 就点头哈腰地走了出去 一出门就抹一把头上的冷汗 吓死我了 竟然是天保拍卖行的志员 一个保安就横扫了我们全部 那家伙一定是退伍兵王 而且是兵王中的佼佼者 三十多岁的战力不但没减退 而且还越发凶残 我以为今天死定了 会被打死 结果还弄了一包烟 果然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他们猜的也没错 王豪当然是兵王中的佼佼者 若不是天赋过人 怎么可能被长眉道长培育过 刚才我说到哪里了 对了 说到放假的事 张通又喝了一杯酒 笑道 你们来我的公司上班 是看得起我 所以尽管放心 只要你们对我忠心耿耿 我就绝对不亏待你们 总而言之 你们负责貌美如花 我呢 就负责赚钱养家 扑 所有人笑喷了 老板喝醉了 男女通吃啊 我们保安可做不到 貌美如花啊 众多美女也一个个笑得 花枝乱颤 老板也太搞笑了 但人品真的好啊 做他的属下 不用担心怎么帮他赚钱 只要做好本质工作就行 因为他是超级牛逼的寻宝人 赚钱的事都交给他了 张通迷迷糊糊的是在床上 呼吸着醉人的邮箱 慢慢地醒过来 然后他就满脸的惊讶 这是哪里 不是别墅 也不是酒店 而是一个较为普通的房间 床倒是很大 更古怪的是 花清香和自己相拥而眠 这女人一杯酒醉到现在 也还丝毫没有清醒的迹象 完全就是一副海棠春睡的模样 太美丽太诱人了 我喝醉了 就这样安排我 谁的主意 张通摸着额头 有点猛逼 罗胖做的好事 这是要害死我啊 我不是这样的人啊 我仅仅就是想要给超级美女们一份好工作 让她们幸福快乐 而不是要给自己开后宫 但 现在霍花清香水一个床上 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即使能洗清 也可能变成事实啊 她太漂亮了 性感又清纯 艳丽又清新 她亲密地喂一怀中 谁吻得住啊 就在她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蠢蠢欲动之时 门被推开来了 赵倩姿态优美地走进来 微笑道老板你醒来了 快喝杯茶醒酒 然后她说了说情况 原来张通喝醉 却醉而不倒 而且非常担心醉酒的花清香的安危 所以坚持把花清香送回了刚分道的房子 结果两人就倒在床上爬不起来了 赵倩只能在一边伺候 等她醒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张通常出一口气 也暗暗地后怕 若是赵倩没及时进来 就要出事了 她松开花清香 跳了下去拉着赵倩心急火燎地往外走 去你那里 这么急的 难道刚才在想坏事 赵倩坏笑着说 听到这里 花清香拉过被子蒙住头 翘脸上腾起了艳丽的红云 其实她早就醒来了 但被张通抱住 不敢动 更不敢说话 心中一直在失望 老板竟然是这样的人 趁她酒醉就要睡她 等一下是默许 当作不知道 或者是拒绝 那工作还能保住吗 她在纠结着 犹豫着 当张通醒来 蠢蠢欲动 她的心脏都差点跳出胸膛 她知道 不好的事马上就要发生 她这么强壮有力 自己根本反抗不了呀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地享受吧 但后面一个神转折 竟然完全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原来她是这么好的人啊 担心她的安危 亲自送她回来 也是呀 自己这么美丽 即使让保安送回来也不放心 就怕保安见色起义 老板 我爱你 真的好喜欢你 花清香在心中娇媚的大喊 旋即又深深的叹息 原来赵倩是她的女人 罗胖那坏家伙说老板抱养了两个超级美女 赵倩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个又是谁 难道是柳青思 不像啊 或许是罗胖那坏蛋胡说八道吧 若是刚才赵倩没进来 那会发生什么呀 我是不是也成了她的女人 那她今后会一直对我好吧 她对美女职员 不 全部职员都很好 给这么好的待遇 这么大方的给奖金 何况对她自己的女人 三个小时后 天都快蒙蒙亮了 张通才从赵倩的房间中走出 神清气爽 精神极佳 赵倩无疑是温暖的港湾 总能轻松抚慰她蠢蠢欲动的心 让她仿佛得到心声一样 满血复活 或许这就是超级美女所特有的魅力吧 老板早呀 刚下楼 竟然遇到了罗威 罗威穿着黑色紧身裤 白色T恤加运动鞋 绸缎一样的乌发扎成马尾 一看就是要去跑步 早 张通尴尬得差点无脸 不过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所以 她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笑盈盈地说 去跑步啊 下雨了呢 跑不成步 你也走不了了 要不 去我那坐坐 罗威撬脸烟红 如红梅盛开 媚眼春光弥漫 如牡丹花开 浓郁的忧香 也是散发出来 沁人心脾 没事 雨不大 张通说完就要走 但却是被罗威拉住 老板 你等一会 我给你那把伞 她蹭蹭蹭地上楼去 拿了一把雨伞下来 谢谢 张通看了她那如花的笑叶一眼 撑起雨伞走进了雨中 雨点霹里啪啦地 打在雨伞上 慢慢地 她消失在罗威的眼帘 老板好帅 也不知什么样的美女 能做她的女朋友 罗威撬脸烟红 还在目送和远眺 昨夜张通坚持送花 清香回家 还让所有的美女 陪同监督 他们都非常感动 最后守了一会 也就回去了 因为赵倩在守护 反正赵倩是秘书 年薪三百万 就是干这个事的 所以 罗威一点也不知道 昨夜张通 其实睡在赵倩那里 路上 张通发现 跟踪自己的人 足足八个 男男女女都有 都很高明 若是别人 即使是王豪 也未必能发现 所有的跟踪者 但张通不同 他的灵觉 一直在持续壮大 能感觉到任何的恶意 这些跟踪者的恶意 虽然不大 但还是被张通感觉到 武难安排的高手 异常事务管理局的人 这是想要找出 我和什么人联系 张通暗暗嘀咕着 回到别墅 张通没发现异常 显然没人进过别墅 毕竟 旺财和辉辉一直在守家 只会让张通和赵倩 罗胖 外加来打扫过一次 卫生的花青相近 张通马上就带着 灰灰和旺财 通过地下室 去到了神秘通道之中 脸上浮出了思索之色 现在有点麻烦 可能被监控了 就是要找出 那个神秘的寻宝人 最好能让他知难而退 否则这样下去不爽 神秘通道跟着我走 就说明是可以随意移动的 是不是可以改变出去的位置 张通嘴里喃喃 反正我不想从别墅出来 别的地方都可以 比如长白山 比如乡下老家 若这神秘管道具备智能 那定然会满足他这个主人的要求 果然如此 张通出去后就发现 自己在长白山的火山口 下面的地洞中 天啊 真的可以 太爽了 张通满脸狂喜 继续实验 很快他就发现 虽然能改变位置 但只能去任何自己 曾经出去过的地方 那就是别墅 公司的宝库 乡下地窖 长白山火山口 想去别的城市 得等他在那里有自己的地盘 而且要有地下室或者地窖 曾经定位过才行 看来 得去别的地方走走 这样才是寻宝吗 什么 那混蛋什么动静也没有 没和任何人联系 也没和任何人会面 一大清造 五那就得到了汇报 脸色变得有点不好 那混蛋 昨夜先留宿花青香那里 后睡照前那里 简直就是荒唐 这且不说他 荒唐的富豪其实很多 只是张通年轻一些 但这家伙是不是没把他的事放在心上 所以没联系那个寻宝人 莫非 他自己就是那个寻宝人 但 张通离开乡城的时间不多 而且太年轻 按照道理不是呀 突然 他的电话响起 赫然就是张通打来的 你好 五大美女 我联系了那个寻宝人 他有回复了 他可以答应我们的要求 但必须满足他一个要求 那就是若研究飞猪有什么发现 要告诉他 并不需要具体的技术什么的 只要简单的功能 比如除了飞 还有什么用 张通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一而在戏弄我 把国家大事当玩笑 五那勃然大怒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红木桌子瞬间化成了鸡粉 他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哪里有人敢戏弄他 这一次他是真的被激怒了 我哪里戏弄你了 没有啊 我在严肃认真的传话 没有半句戏言 张通愤怒地说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你要对我道歉 否则我拒绝和你合作 你今天根本就没外出 也没使用网络 也没打电话 怎么可能联系上那个寻宝人 其实 你就是那个寻宝人对不对 竟然敢骗我 你还想让我道歉 我请你来喝茶怎么样 五那怒吼道 呵呵 有本事你来请我喝茶 张通吃笑连连 现在他就坐在长白山的一座山头上 身边是挨挨白雪 让他这个超人都感觉有点冷 五那想找到他 那和白日做梦差不多 那你等着 五那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带着众多属下直接去到了张通的别墅 张通 你给我滚出来 五那怒吼 但寂静无声 连狗都没叫 怎么回事 五那感觉情况不对 我们八人一直在监控他 发现一个小时前 他进入了别墅 之后就没外出 一定还在里面 有队员自信满满的禀报 饭桶 人早就跑了 五那气急败坏 果然如此 派人潜入进去 仔细地寻找一番 一个能喘气而的都没有 就不用说人了 气死我了 五那气得速速发抖 这么多高手监控 竟然没发现他是怎么逃掉的 他马上让人查询张通打电话的位置 什么 长白山 那混蛋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跑去了长白山 五那目瞪口呆 莫非他身上还有一粒飞猪 趁天没亮 抱着旺财和小松鼠 悄无声息地飞过去的 他在长白山和那个寻宝人见面了 很快 张通接到了五那的电话 他怪笑着说 我的五大美女 怎么样 请不到我喝茶吧 不好意思 我误会你了 以为你根本没联系 却有了回复 断定你就是那个寻宝人 一直在骗我 五那道歉着说完 又说 你的回复我们收到 国家初不同意这么合作 但绝不涉及任何关于飞猪研究的技术资料 仅仅就是用途 跟踪我的人可以撤掉吗 张通又说 撤掉 都是没用的东西 五那没好气说 你身上还有一粒飞猪 可要小心了 别被人抢走或者偷走 放心吧 张通心中大安 看来 五那误会他用飞猪来的长白山 这下连使用飞猪飞天遁地都允许了 爽啊 下一次飞猪拍卖是什么时候 五那又严肃地问 这就难说了 目前还没得到 得看运气 或许几个月 或许时间更短 也或许时间更长 张通说 过段时间就去湖泊看看 里面或许还有飞棒 想来他们也定然忘记了往事 会出来攻击张通 那就趁机猎杀 若湖泊没有 那就麻烦大了 或许得去大海 那太危险 所以 他不敢说死 想办法快一点 五那说 难道研究有发现 张通期待地问 哪有这么快 仅仅就是做了一些特殊试验 飞猪的功能很强 用途很多 一个飞猪根本不够研究 必须更多 现在军方也需要 希望派出高手用之营救回一些重要的人物 甚至有科学家想用之建造空中大楼 建造空中大楼 这怎么可能做到 张通愕然 给飞猪输送能量 能让一座大楼失去重力 漂浮空中 五那说 这些研究结果虽然能告诉你 但一定要守密 不要泄露 当然 我仅仅对那些对寻宝有帮助的功能感兴趣 别的不在乎 张通说 暗暗确实很惊讶 飞猪还能吞噬能量提升功率 让一栋大楼都漂浮起来 那岂不就变成了反重力装置 可以在大海上空弄出城市来 不过 功能越多 张通越高兴 因为飞猪不愁卖啊 若猎杀飞棒有困难 我们可以帮忙 五那说 真的 张通大喜 当然 五那也大喜 那给我几把威力大的枪械 张通说 我给你几个配枪的高手 不用谢 五那说 人就不用了 枪械就行 张通说 五那差点气炸废 但却是马上娇媚的说 别忙着拒绝 我给你的人都是最顶级的美女 而且身受高强 你这样的美女 张通似乎来了兴趣 暗暗却是嗤之以鼻 呵呵 最顶级的大美女 难道有赵倩漂亮 有柳青丝风骚 有花清香清纯 有挪威有气质 告诉你 我身边的美女多得很 都看不过来呢 比我还漂亮 怎么样 考虑好了没有 五那说 还是算了 我们寻宝人就喜欢独来独往 张通拒绝 其实她纯粹就是调侃对方 那好吧 我会尽快把枪械和证件给你送去 五那有点无奈 张通不好对付 也不好糊弄 还是别异想天开 嘿嘿 好期待 张通是真的高兴 今后可以配枪了 可以枪打飞棒和怪兽了 张通没马上就从长白山回去 而是钻进了神秘通道 去保兴休息和修炼了大半天 然后才从别墅的地下室出来 正是晚上八点多钟的样子 然后她就听到了笑声 如气如素 格外的动听 还有别的音乐伴奏 外加多位美女的娇笑声 这真是我的别墅吗 张通一脸猛 悄无声息地走上去窥探 于是就看到了一个格外迷幻的场面 大厅布置了不少彩灯 发出五光十色的光 衣着清凉朴素的花清香正在吹消 赵倩 柳青丝 罗威 苏珊珊 陈芳 潘雨 乔莉莉正在跳舞 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 艳丽绝伦 有人穿着牛仔短裤 露出一对修长的双腿 有人穿着吊带短裙 露出大片雪白 有人穿着身非短裙 露出半片雪山 有人抱吞裙加红高跟 性感至极 他们扭得正欢 跳得正爽 卧槽 我半天不在 别墅就变成了盘丝洞 张通目瞪口呆 藏在那里偷偷地欣赏 同时暗暗地点评 柳青丝跳得最为性感风骚 那表情 那动作 太到位了 让人口水长流啊 赵倩也不懒 舞姿非常艳丽 尤其是闭眼开枪的动作 真让人心脏发麻 罗威高贵如公主 气质拿捏得死死的 让人只想亵渎他 瑜伽教练陈芳也是高手 跳舞的动作幅度很大 绝美无瑕 潘宇是专业模特 腰膝腿长臀翘 扭得非常欢快 电眼也一个又一个 电得张通的手脚都发麻 白领丽人乔丽丽也玩得很开 就在疯狂的甩头发 把长发甩成的乱七八糟 让人血脉喷张 异曲跳完 他们放松下来 开始嘻嘻哈哈的娇笑闲聊 我们老板就会赚钱 不会花钱呀 刚刚才赚了几百亿 就又带着旺财和灰灰去寻宝了 也不知要多久才回来 那我们就住他的别墅 天天开party 老板回来不会说我们吧 说什么呀 老板爱我们都来不及 哪里舍得说我们呀 他不是说过 他负责赚钱养家 我们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 所以呀 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养 除了天天开心之外 还要天天做面膜 去美容什么的 对了 我买到了一种超级好的面膜 能让皮肤更加细腻白皙 大家要不要试试 很快 他们就横七竖八地躺在沙发上 一个个敷上面膜 继续愉快地闲聊 你们不知道 自从我年薪百万 就不想恋爱了 对任何来追求我的男人 都说了一声滚 爽死我了 曾经很看好两个追求我的男人 有房有车 年薪几十万 本来纠结着要不要选一个谈恋爱 现在却是突然发现 他们连臭狗屎都不如 我有房有车 还有存款和好工作 是他们望尘莫及的 所以我告诉他们离我远点 你有房有车 真的 老板都给了啊 给我三十亿厅的房子 又发我五十万奖金 应该就是让我买车吧 张通继续饶有兴趣地听着 一直不出来 倒要听听他们还会说出多少糗事 呀 果然效果很好呀 我的皮肤更嫩了 我的皮肤更有光泽了 真面膜不错不错 我喜欢 真的 张通有点不信 世上哪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他伸长脖子往上看 但也看不出他们和先前有什么区别 呀 老板回来了 有人看到了张通 惊呼出声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张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老板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们怎么不知道呀 所有美女都有点猛 先前他们可是仔细地找过 没看到张通啊 连旺财和灰灰都不在 怎么张通就突然出现了 当然是跳进来的啊 张通微微一笑 老板很强大的 能跳十几米高 这围墙挡不住他 赵倩笑道 不用担心 老板才回来 真的才回来吗 我怎么感觉老板回来很久了 我们说的一切都被他听去了吧 众多美女都很娇羞和尴尬 先前可是说了很多不好意思的话 老板会不会笑话他们呀 老板你不是去寻宝了吗 柳青思娇媚地问 就是随便看了看 就如同踩点 过几天才正式去 张通说 得回去了吧 众多美女想继续玩 但又担心什么 生怕张通生气啊 没事 你们继续玩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张通安慰着说完 又痛心疾首地说 前几天太忙 很多事顾不上 你们这种级别的美女 竟然还没有爱车 那怎么行呢 一个个若要去坐公交 岂不是要被四郎骚扰 所以公司会给你们配车 百万以上的 谢谢老板 老板我爱你 众多的美女马上就兴奋激动了 一个个欢呼着冲过来 和张通热烈地拥抱 有人还在他的脸上巴唧了几下 这一下 他们彻底地相信了 张通没生气 否则怎么可能又给他们好处呀 这么大放和善的老板 真就如同自己的老公一样呀 简直太让人喜欢了 他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拉着张通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玩了一个多小时 就顶不住了 一个个坐在沙发上休息 变成一道道绝美的风景 突然有人前来拜访 赫然就是饭冰箱 开着法拉利 穿着最顶级的名牌衣服 展露出无比高贵的气质 你怎么来了 张通愕然 已经和这女人闹翻 虽然她来参加开业仪式了 关系缓和了一些 但这女人深夜来访 还是让她很意外 不会不欢迎吧 饭冰箱满脸忧怨和娇称 当然欢迎 张通请她坐在沙发上 八个美女也马上给她让座 赵倩还准备了香名 这可是真正的白服美 张通可以失礼 他们可不敢 然后他们就哗啦啦地上楼去了 因为知道两人要谈事情 饭冰箱是不是喜欢我们老板呀 这是来倒追吗 那还用说呀 大晚上过来 不就是送货上门吗 我们老板比她饭家厉害多了 个人身家很快就可以超过饭家 现在就超过了吧 饭家的股票即使全部套现 也很难拿到400多亿现金 但老板却是真金白银 他们在二楼低声议论 同时竖着耳朵听下面的声音 尤其是赵倩和柳青思 更是站在楼梯口 要听个清楚明白 张通 这一次我是来道歉的 范冰箱说 上一次让你受委屈了 是我们的错 我和家人见你年轻有为 都中意你 所以想要引导你先表白或者求婚 就是为了面子 我最后开玩笑说 我把你当成朋友 而你却想睡我 以为你会点头应试 顺便对我表白 哪知 其实你那句话说的也没错 男人看到超级美女 都想和之发生点亲密关系 但并不一定就会爱上她 或者就要娶回家 世界上的美女太多了 都能给人感动和冲动 但终究只能娶一个 张通微微点头 这态度还不错 就也解释道 算是给了对方一个台阶 一个面子 毕竟是又冰又香的超级大美女 我知道你还没女朋友 范冰箱的翘脸烟红 美目波光荡漾 娇羞地说 我喜欢你 真的很喜欢 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 哇塞 范冰箱这样的顶级白富美 竟然向我们老板主动表白了 我们老板实在是太牛逼了 楼上的美女都听到了 一个个满脸的惊讶 赵倩却是脸色复杂 心情纠结 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 她从此就是帅哥有主了吗 她还会宠爱我吗 我还能偷偷地约她吗 她还会来我那过夜吗 虽然已经认清自己的位置 张通给予她的也已经足够多 就她目前的身家 完全能一世无忧地过一辈子了 若靠她自己努力赚钱 累到死估计也赚不到这么多 若嫁个男人 努力经营小家庭 也未必能有现在富足 还要伺候公共婆婆 还要伺候丈夫 教育孩子 多累啊 想想就不寒而栗 但现在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幸福甜蜜 让她的心情好得飞起 每天只想唱歌跳舞 表白 卧槽 张通也猛逼了 这白富美也太不讲究了 你突然就表白 你的矜持呢 你的自尊呢 你豪门的气派呢 都不要了吗 这事若传出去 你多丢人啊 但一股自豪和爽感 却是从心中涌起 这可是百亿豪门独女 范冰香啊 竟然向她张通表白 昔日做梦也不敢想啊 看来 有钱能使魔推鬼 能使仙女下凡尘 这话果然没错啊 所以 我得努力赚钱 才能更好的享受美好生活 我对你还不了解 所以 这事还是将来再说吧 张通委婉拒绝 虽然范冰香很漂亮 很有气质 一点也不亚于楼上的八个美女 甚至略有超出 因为她身材 容貌 气质都是最出众的 集合了赵倩柳青丝 罗威的部分优点 但赵倩柳青丝 罗威花清香的优点 也非常突出 天下无敌的那种 你已经很了解我了呀 你不是知道了我的情况吗 上次和你说过了 我也没谈过男朋友 没恋爱经验 范冰香的脸色微变 眼泪都差点流出来 我是对你的为人不了解 对你的性格不了解 比如你会不会很吃醋 比如你是不是有很强的掌控欲 张通说 我不喜欢吃醋的 也没很强的掌控欲 范冰香说 呵呵 张通一点也不相信 这违背人性 若自己成了他的男朋友 他能不吃醋 能不想掌控他的财富 而偏偏自己又很不爱 就喜欢养着众多美女养眼 看他们打扮的花枝招展 叽叽喳喳就心情愉快 自己的财富也非常多 将来会更多 没人会不眼馋的 我了解你的为人 知道你的性格 对任何美女都很好 但并不一定就会占有 何况 那么多富豪 谁没有几个情人 这是常态 我吃醋干啥 我范家正在研究长寿药物 很快就能成功 很快就会成为最顶级的富豪 我是唯一的继承人 我才不想掌控你的财富呢 范冰香认真的解释 那你爱上我什么 张通反驳道 我 范冰香有点不知怎么解释 说爱上他的帅气 感觉太扯淡 也没任何说服力 一咬牙说 豪门的联姻你懂不懂 联姻 张通愕然 我有什么值得你们看中的 你有更多的千年人生 我们极度需要 而且我们还看好你的未来 就你的能力 会成为最顶级的豪门 甚至超过我们范家 和你联姻就是强强联手 两家都能助就万年继业 范冰香认真的说 若你答应 我承诺不会管你任何事 包括和多少女人有亲密关系 也不掌控你的财富 还可以答应 我绝不会给你戴绿帽 只会有你一个男人 答应快答应啊 赵倩 柳青思 罗维花 清香等人都在心中大喊 这么好的条件 张通答应的话 仅仅只要送出几根千年人生 却多了一个漂亮如丝 通情达理的白夫美女朋友 还多出一个联姻豪门 就张通如今的身家 外加寻宝能力 几根千年人生 已经不算什么了 而他们今后就幸福了 可以继续享受老板 对他们的关爱 没人可以干涉 这才是最完美的 他们最怕的就是 等张通有了老婆之后 他们就会被开除 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 绝对不想看到老公 如此关爱 钟爱公司的美女之缘 即使没任何不清不楚的关系 也绝对不行 何况 他们中的赵倩珍 或张通有暧昧 原来想白嫖我的千年人生 这是上次我说 用千年人生为彩礼的锅吗 张通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白首说 范小姐 真的很不好意思 现在我还不想谈女朋友 这事就此打住 至于你们需要千年人生 我可以卖给你们 就算13亿一根 当然 我们今后还是朋友 也是合作伙伴 天呀 老板拒绝了 一点也不客气地拒绝了 饭冰箱一定气死了 楼上的美女都目瞪口呆 难以置信 这么好的条件 张通为何不答应呢 是舍不得几根千年人生 不对 他就是不想谈女朋友而已 毕竟他还很年轻 若有了女朋友 想要好好的玩 虽然不会被饭冰箱指责 但会被社会指责 脑补了一大堆的同时 他们又极度好奇 饭冰箱会如何反应呢 好 我们想要买三根千年人生 有吗 过了好一会 饭冰箱的声音才响起 有 稍等 张通马上去地下室 取来了一个麻袋 里面就是三根千年人生 今天去宝星练功 虽然没寻宝 但旺财确实和灰灰去山上玩了 找到了三根千年人生 张通就顺便挖了出来 虽然遇到了大象 但却是很友好 没发生冲突 有了这三根千年人生 我们饭家一定能率先研制出最神奇的严收药物 到时就不是百亿豪门 也不是千亿豪门 而是万亿豪门 交易一完成 饭冰箱就满脸的傲娇 感觉他又醒了 那又如何 张通 怂怂肩膀 丝毫没在乎 宝星在首 天下我有 绝不去做什么研究 也绝不去搞什么高科技 自己只要探索减宝就行 就你的能力 万亿财富或许不是很难得到 但 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我们饭家迟早能研制出严收药物 你就不想延长寿命多活几十年吗 或许 你会说 将来药物出售 你也能买到 但 超级严收药物是不会出售的 仅仅只有我们饭家自己使用 饭冰箱说 现在 你想后悔还来得及 不好 这女人得到千年人生之后 就拿捏起来了 反过来要骑在老板头上 八个美女的脸色都变了 也都暗暗地佩服 饭冰箱真不简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发出如此犀利的反击 超级严收药物 难道还能长生不老不成 张通吃笑道 虽然不能长生不老 但严寿三十年 甚至五十年都是可能的 饭冰箱说 我只说一句话 自信人生两百年 会当水迹三千里 你去好好领悟吧 张通满脸戏谑 早在修炼出通天全境的那一天 她的寿命就延长了百年 达到了两百年 若再突破一次 寿命再延长一倍 那就是四百年 现在的通天全境还在壮大 身躯的改造也在持续不断 一点也看不到瓶颈的迹象 再突破一次或者几次完全可以期待 超级严寿药物延长三五十年寿命 算个屁啊 何况 宝星的宝物无数 既然能有神奇的千年人生 也有飞猪 未必就没有更好的延长寿命的宝物 这两句诗难道还有另外的意思 饭冰箱莫名其妙 满脸的疑惑 怎么也想不明白 张通竟然不在乎延长寿命 不可能 世上没这么愚蠢的人 若是穷人或许还能理解 但他有的是钱 几辈子也用不完 可以想尽人间的繁华 范小姐慢走 祝你们早日研制出严收药物 张通见范冰箱愣了半天也没清醒 有点不耐烦了 就催他离去 当然很委婉 否则就太伤人了 范冰箱即使动机不纯 但若不是欣赏他 应该也不会表白 只是被他无情拒绝了而已 谢谢 范冰箱惊醒了过来 羞脑得脸红如血 气得那是速速发抖 这混蛋简直一点也不解风情 竟然催我马上走 耽误他和美女的好事了吗 他尽量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一出别墅 他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出来了 老板恭喜你 又赚了39亿 美女们排着队下楼 一个个千娇百妹 艳丽绝伦 笑叶如花的恭喜 区区39亿 小意思而已 下次再弄笔大的 再搞一次高规格的拍卖会 张通风淡云青 仿佛就赚了39元一样 老板 你太牛逼了 太神奇了 我爱你 众多的美女都美目吃热 脸上满是崇拜 眼前的少年和别的富豪完全不一样 后者是靠职员努力工作 榨取剩余价值 从而获得巨额财富 而他就靠他一个人 出去寻宝 去一次就要赚很多个亿 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手段 对了 你们都没男朋友吧 张通问 没有 众人毫不犹豫地摇头 脸上满是娇羞的期待 难道 老板想收了他们 我是同意呢 还是同意呢 我曾经说过 我负责赚钱养家 你们负责貌美如花 我想为你们做点什么 张通说 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公司就是我的家 也是你们的家 老板 你就别预盖迷章了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 我们愿意 众多美女都娇羞地笑着大喊 你们要负责貌美如花 但买衣服和化妆品 需要不少的花费 所以 我想给你们发一笔钱 就叫貌美如花补助 就每月十万吧 当然 若你们谈了男朋友 或者结婚了 补助就没有了 张通说 因为那是男朋友 或者老公的义务 我的天啊 这是什么老板呀 怎么能对我们 好到这种地步呀 还发貌美如花补助 这名字也太搞笑了 众多的美女都惊呆了 感动到极致 有人甚至想哭 这种被关爱的感觉 太棒了 开始他们都以为 张通想要做点什么坏事 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而是变着法子 给他们钱花 男朋友有这么体贴 能对他们这么好 男朋友能有他这么有钱 现在的他们 就如同活在蜜罐中 年薪百万 给房给车 还每月给十万的 貌美如花补贴 老公 不 老板 我爱你 我永远爱你 永远都做你的属下 永远为你貌美如花 他们清醒过来 激动地表达着 差不多的内容 你们还有什么建议 可以提出来 公司可以做得更好 让职员 特别是你们生活的 更加幸福 张通说 弄个食堂吧 现在吃饭很麻烦 不想自己做 又不想吃快餐 搞个美容院 那我们就可以天天 做各种美容 能貌美如花 更长时间 他们还真就开始 提合适的建议 食堂可以考虑 张通说 至于美容院 太麻烦了 就不弄了 但你们美容之后 可以报销 爸爸 不 老板 你真好 我爱你 太爱你了 众多的美女 都兴奋激动到极致 感动得眼泪哗哗 一个个对张通 又亲又抱 在他脸上留下了 密密麻麻的唇印 好了 天色晚了 都去休息吧 张通笑道 睡觉去拢 众多美女 高高兴兴地上楼了 本来他们就带来了衣物 因为他们打算 在别墅狂欢十几天 只是没想到 张通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过 老板比他们的爸爸还要好 一点也不要担心被赶走 或许 今夜能发生点美妙的事 别墅的房间很多 每一层都有 不愁住不下 所以 美女们各自找了一个房间 住了进去 沐浴之后 穿着性感至极的睡衣 或者情趣内衣 躺在柔软的床上 幻想着 想象着 老板会来偷香气韵吗 若来了 答应呢 还是答应呢 或者假装不知道 你还纠结什么啊 当然是和我睡 张通拉着赵倩走进了主卧 不好吧 我还是住别的房间吧 赵倩娇羞无比 这么多同事都住在别墅 定然会发现的 那就丢死人了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事吗 张通说 他们仅仅就是怀疑 甚至还怀疑你包养了柳青丝呢 赵倩娇称道 若被坐实真的不好呀 主要是我担心 若知道你睡在别的房间 他们会来骚扰我 张通说 七个人呢 每人骚扰一次 我还睡不睡啊 不会的 绝对不会 他们最多也就是不锁门 方便你去偷香气韵 你若和我睡 那岂不是让他们失望了 赵倩哭笑不得地摇头 偷什么香气什么韵啊 张通摸着额头 难道我看到了七朵美丽的花 就要摘下来吗 欣赏一会就行了 你不会摘下来 而是会将枝挖回去 种在后宫中 天天欣赏 赵倩打趣地说 哪有你说得这么离谱 最多就是种在公司里 张通黑着脸 素来我就讨厌那些开后宫的富二代 但昔日屠龙的勇士 最后都会变成恶龙 赵倩笑道 你是杠精对不对 张通怒了 看我怎么惩罚你 很快 房间中就响起赵倩求饶的声音 春天般的气息弥漫 一夜的时间再快速地流逝了 天终于亮起 七个美女一大清早就起来了 脸上满是忧怨和失望 老板竟然没来找我 也没来找你们 难道她那方面不行 什么不行啊 那是太行了 我去上厕所 入过主卧 我听到了特殊的声音 几个小时都不停呢 天呀 你这妖女还敢去听床 我是不小心听到的 不是故意的 赵倩就是个妖精 把老板彻底迷住了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公粉黛无颜色 老板没你们想的那么肤浅 更没你们想的那么急色 他虽然喜欢我们 欣赏我们的美丽 也希望我们变得越来越优秀和出色 但没想过要占有 柳青思说 所以你们不要妄自菲薄 不是你们不漂亮 也不是赵倩迷住了老板 而是他占了先机 有他陪伴左右 老板哪会找别的女人啊 那只能等机会了 等什么机会啊 他又不会亏待我们 好好享受生活就好了 柳青思说 对啊 老板对我们这么好 对我们又没有战友之心 他就是我们的保护神 不 就是我们的爸爸 爸爸会照顾我们一辈子的 只要我们不出嫁 嘻嘻嘻 傻子才出嫁呢 爸爸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报答爸爸呀 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我愿意为他死 我愿意给他生十个孩子 柳青思彻底无语 一群不要脸的妖精 难道都来自盘思洞 但他也暗暗感叹不已 张通太过优秀 人品也太好 让众多美女之缘都情不自禁 若是别的富豪 别墅住了这么多美女 而且都暗中喜欢他 都难以拒绝他 哪里还能忍耐得住 绝对一路通杀了 赵倩从睡梦中醒来 第一时间就看着身边的男人 他是满脸的爱恋 美目中全是深情 昨夜他竟然真没出去偷香窃欲 即使他装睡 发出均匀的呼吸 半个小时一动不动 他也没任何动静 反而睡得很安稳 显然真没任何半点 要偷香窃欲的心思 品德也太好了 太让人崇拜了 太让人迷醉了 等他们两个起来 发现七个美女都在忙碌 有人在厨房做饭 有人在练郁佳 有人在练歌喉 反正 人人都是一道绝美的风景 吃饭了 吃饭了 看我下的面条好吃不 花清香娇笑着大喊 好吃 真好吃 张通第一个赞叹 没想到清纯的花清香 竟然还擅长厨艺 还不错 其余美女都有点不服 我也会做饭的 只是被花清香抢先了 等一下我们去逛街购物 今天我买单 不用从贸美如花补助中扣 张通从某个房间中 拿出不少鹅蛋葡萄和鸭蛋果 让众多美女吃 同时宣布道 有钱不花 那就是蠢蛋 而她没有兄弟姐妹 父母也早就离世 仅仅只有几个亲戚 而且都相隔无限遥远 只能先和职员同乐了 太好了 爸爸买单啊 爸爸你真好 我爱你 美女们都兴奋地欢呼起来 我什么时候成爸爸了 张通摸着额头 有点猛逼 我仅仅是你们的老板而已 可不是你们爸爸 美女们早 老板早 今天我是司机家保镖 罗胖把车停在门前 春风得意地走进门来 如今的罗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一身的名牌衣服 梳着大背头 戴着名牌手表 脸上写满自信 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哪有以前的颓丧样子 自从张通开了一个水果店 让谭家做店长 年薪50万之后 谭家就开启了倒追罗胖的模式 成了罗胖的舔狗 罗胖仅仅第一天拒绝了他 第二天 当罗燕带着一大束花和巧克力 来倒追他 他就顶不住了 接受了他 之后就同居了 谭家这绿茶似乎也收心了 把罗胖打扮得格外的帅气 每天各种关心各种问候 把罗胖当成皇帝一样的伺候 罗胖翻身做主 如今是乐不思蜀 甚至想要和谭家结婚了 所以 看到八个美女在张通的别墅过夜 他也没嫉妒 仅仅就是佩服至极 感叹无比 天啊 老板太牛逼了 竟然一夜就睡了八个 妖子能顶得住吗 一辆奔驰 一辆奥迪 从别墅中呼啸而出 张通车上坐着赵倩 柳青司 花青香 罗威 他们三个很不安分 不停地关心赵倩 说他昨夜辛苦了 等下一定要吃点好东西补充营养 气得赵倩差点发飙 这三个妖精 是羡慕还是妒忌啊 老板没去偷香妾玉 又不是我拦着他 我只是他的秘书 也没资格拦啊 何况 我一个也很辛苦 若你们谁能诱惑住老板 那我会很高兴 会轻松很多 双方唇枪舍战 非常的激烈和搞笑 不过 双拳男敌四手 赵倩一人 怎么可能干得过三个美女 很快就败下阵来 不得不捂住耳朵 我听不见 我听不近 你们奈我何 女人 尤其是超级美女 真是一群奇怪的动物 有时能好的秘力调游 是无话不说的闺蜜 但有时又互相讥讽 互相嫉妒 甚至还想抢对方的情人 张通暗暗地摇头 很快 来到了保时捷专卖店 难道老板想要给我们配保时捷吗 所有美女都激动了 天啊 这是什么神豪 一个漂亮的妹子迎出来 言之仅仅比苏珊珊 陈芳 潘雨 乔丽丽差了一丝 她一眼看到张通 被八名超级美女 笑也如花的簇拥 就目瞪口呆了 至于罗胖 虽然看上去是成功人士 但却是没有这样的待遇 所以 被她无视 认定张通 才是这群人的核心 欢迎光临 妹子无比热情 细细地介绍 各种价位的保时捷 而别的售车小姐 和众多来买车的 都一个个震惊得如同傻子 这是哪里来的骚包富二代 竟然带着八个爵士美女 这要遭天打雷劈的啊 我想给他们美人买一辆车 你看什么车合适 张通淡淡地说 天啊 太土豪了 今天我要发财了 妹子满脸狂喜 八个美女 八辆车 一千多万啊 能拿不少的提成 不过 她很快就失望了 因为没有限车 不管是哪种型号 都拿不出八辆限车 要等上几天才行 那走了 张通毫不犹豫 就去隔壁的法拉利转卖店了 啊 气死我了 感觉错失了一个亿啊 妹子气得要吐血 这神豪也太焦急了吧 哪里能当天买车就要开走的 你当是买大白菜啊 你还没看出来吗 那就是个装逼犯 根本就没想真的买车 哄妹子高兴呢 你就等着瞧吧 去法拉利专卖店 她也不会买哪怕一辆 经理笃定地说 她非常嫉妒张通 一人带了八个超级美女 其中四个还是最顶级的美女 真正的倾国倾城 法拉利专卖店更加的奢华和宽阔 有不少线车 不过都是很贵的 基本都要两百万以上 最贵的两种车型 甚至要五百万多万 美女 您好 我是秦赫 家父秦能 天云公司老板 可以加个微信吗 一名正在看车的富二代 被赵倩的爵士容颜惊呆了 实在忍不住 冲过来期待地问 不好意思 我有男朋友了 赵倩搂住张通的胳膊 委婉拒绝 那我们加个微信 秦赫又热切痴迷地看着柳青思 这也是个爵士美女 风骚性感严厉 让人能彻底迷失啊 不好意思 我也有男朋友了 柳青思抱住张通另外一个胳膊 你妈 这混蛋是谁啊 这两个爵士美女 都是她的女朋友 秦赫气得要吐血了 但没气哪 美女多着呢 于是她先后问了罗威 华清香 乔丽丽 潘宇 陈芳 但得到一样的答案 都去抱住张通的胳膊 说有男朋友 都用张通做挡箭牌 这样简单快解 不浪费任何唇舌 张通当然也不会揭穿 甚至非常乐意做挡箭牌 自己公司的美女职员 当然要保护好 这是哪个富二代 但秦和确实当真了 羡慕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当然也满腹疑惑 乡城有名的富二代他都认识 但却是从没眼前这一号人物 难道从燕京来 或者来自深城 魔都 兄弟 我看到你和他们一起过来的 你一定认识她 她是谁啊 秦和拉住罗胖 地上一只黄河楼 她是我们乡中大学的超级学霸 超级帅哥 今年大四 明年就要毕业了 至于这些美女 基本都是大学城的校花 他们就喜欢超级学霸 这是没办法的事 罗胖吐出一个烟圈 人啊 命天生就不同 有人生下来就在罗马 有人生下来就是牛马 而你就是后者 别误会 我说的是泡妞方面 小子 你故意气我对不对 秦和气得嗷嗷直叫 区区一个小胖子也敢讥讽她 区区一个学霸 也敢如此高调嚣张的泡妞 而且泡了八个 这是带出来炫耀的 今天就给你一个天大的教训 她没再理会罗胖 气势万丈地走过去 说美女们 原来你们都是校花 怪不得一个个如此的美丽迷人 甚至有几个还有点面熟 一定做过车模 我和你们说啊 大学霸有什么好的 带你们来看车 他买得起吗 而我就不一样了 有的是钱 若你们做我的女朋友 我送你们每人一辆车 就隔壁店的保时捷 美肯 保时捷美肯不贵 六十万 但也是保时捷 开出去还是很有面子的 八辆车 四百八十万 这是一笔不少的财富 不是超级牛逼的富二代 是没这个能力的 但若能一次性得到这么漂亮的八个女朋友 那完全值得啊 少爷 你卡里可能没有四百八十万 跟班压低声音 小心翼翼地提醒 我找朋友借 秦和也低声说 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啊 这可是八个爵士罕见的美女 而且他们相处融洽 显然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连调教都不用了啊 然后他又热切地看着众多美女 希望他们马上点头 簇拥到他的身边来 那多么的舒爽和有面子啊 但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八个美女竟然理都没理他 连丝毫都没有考虑或者异动 还是粗拥在张通身边 对他无比的亲密 靠 学霸到底有什么好的 让你们屈之若鹜 对我完全无视 秦和又气又欲又疑惑 但更多的是不服 法拉利八百一十二 好漂亮啊 法拉利皮尔森 和法拉利SF90也很漂亮啊 让人爱不释手 若能拥有一辆 那会多么的幸福呀 法拉利果然不愧是超跑之王 真是好看 可惜有点贵 最低的也要两百多万 买不起买不起啊 看车的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美女 罗胖专门看美女 看的是两眼放光 眉飞色舞 车哪有美女好看 这么多美女 但没一个能比得上 混蛋带着的八个 秦和还在愤愤不平 郁闷无比 一直就跟在张通等人的后面 倒要看看这个混蛋 是如何泡妞的 难道他能舌菜莲花 哄得美女生魂颠倒 但不可思议的是 张通根本就不会哄女人 说话很直白 就是说这车不错 那车漂亮 至于价格 根本不问 显然是买不起 就是进来参观的 你马啊 这混蛋难道真就是靠超强的学霸能力 泡到这些美女的 这些美女也太单纯了吧 同时喜欢上穷得叮当响的学霸 难道现在的校花美女都反骨了吗 不嫌平爱富了 追求的是美好的爱情 秦和气急败坏 越发疑惑 也越来越不服气 想要发泄一下 这杀比是想要死个明白啊 罗胖当然注意到了 在一边憋着笑暗乐 跟在张通身边的售车小姐见张通原来是学生 而且一直就只看不问价 就彻底失望了 她是来参观的 根本不会买车 白瞎了带着这么多漂亮美女 于是她就凑到秦和面前 娇媚地说 和少 既然你喜欢这款车 就买回去吧 有限车 现在就可以开走 我考虑一下 秦和还是很高兴的 售车小姐丢开张通来服务她 这很有面子 但还是没马上答应 你想想看 若花几百万买一辆豪车 那些超级美女会不会对你另眼相看 或许你就有机会了啊 先前她们可能是不相信你的财力 寿楼小姐舌菜莲花 的确有几把刷子 你贵姓 秦和感觉这寿楼小姐说话入目三分 一针见血 是个人才 想要认识一下 我名叫刘梅 还请和少多多关照 寿楼小姐递上一张名片 你不错 秦和欣赏地说 若我买车 晚上陪我吃饭 看你买哪款车了 刘梅风情万种地白了她一眼 法拉利F8 可以陪我吃饭吗 秦和傲然说 法拉利F8 三百万出头 的确算是豪车 开出去也绝对拉风 和少你不是要泡妞吗 我可不是你的目标呀 刘梅说 也对 不过 若八个美女没人愿意和我约 你就陪我吃饭 如何 不喝 秦和说 这也能做备胎 刘梅气得要吐血了 犹豫良久 最后还是答应了 没办法 遇到这种顽固 不付出点什么 那是不会从你手里买车的 三百万 也有不少的佣金了 于是开始办购车收据 秦和刷卡成功 他只高气扬地来到张通面前 机翘地说 我刚提了一辆法拉利F8 要不要帮你送一个女朋友回校 然后他目光炽热地看着八个美女 哪位愿意坐我的车啊 脸上满是期待 想来 定然有美女愿意的 三百万的法拉利F8 素来就是约美女的神器啊 不需要 我们有车 张通看都不看对方一眼 这种除了泡妞啥都不会的福二代 他直接无视 连教训对方的心思都没有 就如同买一挑衅大象 大象怎么可能理会 你们有车 有什么车 秦和恶然道 难道这穷鬼还开车来的 不可能啊 买不就有了 张通淡淡地说 美女 我买车 买一打 真的 不是开玩笑 由于刘美跑掉了 现在是另外一个售车小姐在陪同 她可能是新来的 口才很一般 但很努力 一起在热情地介绍各种车型 现在当然是满脸猛逼 这里是法拉利专卖店 一辆车几百万 从来都没见过一次买一打的 扑 你买一打 你以为是买玩具车啊 秦和笑喷了 满脸的鄙夷 这里任何一辆车都要几百万 一打就是几千万 你知道吗 几千万很多吗 张通满脸的淡然 几千万不多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就是马云 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秦和气急败坏 他怀疑对方没钱 却是喜欢装逼 让他很不痛快 我们买法拉利812 法拉利Pure 3和法拉利SF90 这三款车 每种四辆 颜色要求不重复 张通再一次无视了秦和 对那个售车小美女说 是 先生 售楼小美女名叫杨小美 她满脸狂喜 兴奋激动到极致 这三款车的价格都是五百万左右 12辆车就是六千多万啊 但愿她不是吹牛 老板 太贵了吧 八个美女和罗胖都震惊得如同傻子 一口气买一打五百多万的法拉利 贵什么贵啊 不如我捡一颗石头之前 你们九人各自都有一辆 选一下自己喜欢的颜色 对了 打电话问问财务经理和鉴定师 问问他们喜欢什么颜色 张通轻描淡谢 我们都有一辆 靠 太牛逼了 太土豪了 太爽了 他们一个个兴奋的差点癫狂 赵倩确实又迟疑的说 他们三个年纪太大了 不适合这种车呀 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 你问问他们 我就不信他们反对 张通说 我只是不想麻烦 一次性搞定方便 我马上问 赵倩开始打电话 杨经理 你好啊 我是赵倩 老板要给你配车 你喜欢什么颜色 真的配五百多万的法拉利 此时此刻 杨云就美滋滋地躺在床上听音乐 放假半个月 薪资一分不少 爽啊 现在听到有好事 当然是高高地跳了起来 满脸框喜和兴奋 当然是真的 我喜欢红色 越艳丽越好 杨云说 玄机就是联系两名鉴定师 两人也都目瞪口呆 但都没反对 这样的好事 反对就是傻子 老夫辽发少年狂 开个跑车爽一爽 他们各自选了他们喜欢的颜色 很快 张通就刷卡成功 所有看热闹的人都贵了 天啊 这么有钱的 秦和确实吓得速速发抖 心胆剧烈 赶紧蹲藏在一辆车后 在心中恐惧地大喊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那货呢 张通突然发现 秦和不见了 就问道 那货就是想死个明白 当然是寻目地去了 哪里还敢待在这里 罗胖怪笑着说 哈哈哈哈 张通和八个美女都被逗笑了 我太后悔了 后悔一辈子 杨妹也在一边抹眼泪 眼睛都哭肿了 本来是她在接待张通 但就是脑子进水丢开了 去巴结秦和 结果错失了天大的业绩 损失了一百多万收入 干十年也很难赚到 毕竟 这样的好事可遇不可求 不可能再让她遇上 我太幸福了 我发财了 我发大财了 杨小美确实又叫又跳 喜气洋洋 兴奋至极 人啊 若是选择错误 不管你如何努力 都是没用的 柳青思深深地感叹 杨美很精明 做业务是老手 但她选择错了 结果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而我却是紧紧地把握住了机会 抱住了神豪的金大腿 从此命运截然不同 十二辆法拉利也齐刷刷地开到大厅 看上去真是拉风至极 所有人都在看热闹 都被张通的豪横惊呆了 一次买一打 豪至六千多万 这到底有钱到什么地步 张通打电话让王豪带着几个保安过来 开着两辆法拉利和奔驰奥迪回了公司 还告诉王豪 奥迪就是保安的用车 把众多保安都高兴得连连感谢 什么公司有这么好的待遇啊 仅仅十个保安 还给配一辆豪车 老板 我那辆保时捷呢 怎么处理 赵倩说 就留你手中吧 换着开挺好的 张通笑道 而他自己也是两辆车 一辆法拉利拉斐尔 一辆奔驰 当然 还有一辆拉霍的小四轮 其实 今天买的车是公司配给支援的车 不属于支援 都是属于公司的 而公司又是属于张通的 谢谢老板 赵倩 笑业如花 谋中满是深情 能融化人的心 虽然不是女朋友 但这妥妥就是女朋友的待遇啊 简直太幸福了 自己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呀 很快 张通他们就开着法拉利走了 不愧是价值500多万的法拉利 开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加速非常快 当然 若和法拉利拉斐尔一比 差距还是有点大 所以 张通没什么兴奋的感觉 但 罗胖却是爽得不要不要 一边狂飙 一边兴奋地吹口哨 看到路上的美女 还要抛个绯闻 开这样的豪华超跑 即使他以前爱做梦 但也没梦到过 但今天却是实现了 都是张通赐予的 爸爸 我爱你 你对我太好了 八个美女也一个个兴奋激动至极 心中对张通的感激 前所未有的多 天啊 这是一个法拉利车队 卧槽 赴二代聚会吧 好漂亮的车队 太奢华了 太有钱了 路上的行人都惊呆了 最后这个车队就来到了香江大酒店 这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45层 每一层都很宽阔 装修也非常奢华 是湘南最顶级的酒店之一 张通他们走了进去 当然是去吃饭 当然 沐浴卓无数炽热和羡慕的目光 不仅仅羡慕他们的豪车 还羡慕张通带着八个超级美女 三楼餐饮部 人满为患 生意超级火爆 这家酒店的口味非常出色 所以生意也很好 柳青司说 昔日我来吃过一次 带你来的是谁啊 不会是个男人吧 赵倩说 这是重点吗 我说这里的东西好吃 柳青司气坏了 我都没有货和勾引老板了 你还在防备我 还在挑衅我 别激起我的怒火 后果你可敢承受 我就是随便一猜 你就发毛了 差点忘记了 你是美女主播 可能经常要和大金主吃饭 赵倩有恃无恐地挑衅 他深深地相信 张通也想知道答案 我妈在这里做清洁工 被人欺负了 我就请我妈在这家酒店吃了一顿 安慰她 也算是一次小小的回击 柳青司气呼呼地说 对不起 赵倩倩然说 哼 柳青司还是有点不满 赵倩太坏了 一直防着她 柳青司呢 你就是个美女秘书 还管得了老板找女人呀 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 你妈在这做多久的清洁工了 张通恶然道 哎 说来话长 柳青司深深地叹气 原来这家酒店是多人合资的 柳青司的父亲也有0.5%的股份 离婚之后 0.5%的股份就给了刘母 刘母带着柳青司回到湘南 就在酒店做客户经理 但好景不长 有人基于这些股份 想要低价收购 所以就给刘母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拿一千万走人 另外一个就是继续拥有股份 但却是要转为做清洁工 0.5%的股份 怎么也价值2500万 怎么可能一千万卖掉 刘母不愿意 只能做清洁工 经常被人呵斥 非常郁闷和憋屈 毕竟她也是股东之一 其实我不想说这些的 都是赵倩倩引出来的 柳青司黑着脸说 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对不起 赵倩道歉后 怜悯地问 那你爸就不管吗 我爸管不了 没这个能力 何况他有了新的家庭 也焦头烂额呢 柳青司说 你有两个爸爸呀 这个爸爸能管呢 花清香坏笑着说 对啊 这个爸爸可以管 也有这个能力 其余美女的眼睛也都亮起 翘脸上浮出期待之色 罗胖也看着张通 希望他帮帮刘母 都是有正义感的人啊 都看不惯刘母被欺负 老板 帮帮我妈好不好 柳青司也豁出去了 搂住张通的脖子 开始撒娇 媚眼也是在不停地放电 小时一桩 举手之劳 张通微微一笑 很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谢谢老板 我爱你 柳青司紧紧地抱住张通 满脸的感激和爱恋 卧槽 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太有料了吧 张通的心脏莫名地狂跳 呼吸也变得急促 妖精 你太过分了 赵倩差点气死 不就是问了问你的过往吗 就这么抱负 故意气我 呵呵 我不气 我一点也不气 我只是一个秘书而已 你能勾引到老板是你的本事 就怕你没这能力 罗胖 你不想做清洁工就滚 我哪里有错 你说你一个清洁工 打扮得跟个妖精一样 想诱惑谁呢 是不是想诱惑我 正好我离婚了 要不 你就嫁给我吧 总经理办公司 图顶总经理正在教训美女清洁工 贺总 你也太无耻了吧 罗胖满脸的鄙夷和愤怒 她的颜值很高 身材也特好 至少一米七五 凹凸有致 特别有风韵 虽然四十多岁了 但岁月没在她的身上留下痕迹 皮肤一直都细腻光滑 白得耀眼 嫩得能掐出水来 怪不得贺总想占便宜 变着法而欺负她 我还能无耻一点 不 是一点 所以 你最好识相一些 趁早把股份卖给我 否则 后果自负 贺总宁笑着说 你会遭报应的 罗胖咬牙切齿 眼泪都差点流出来 突然 门被推开 一名清洁工气喘吁吁冲进来 贺总 我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然后他就尴尬地不说了 因为他看到罗胖也在 什么不好的消息 说啊 有什么顾忌的 贺总黑着脸说 这个 和罗胖有关 清洁工支支吾吾地说 继续说 怕个毛线 你的后面是我 明白吗 贺总傲然说 罗胖的女儿柳青丝来吃饭 对一个气概不凡的少年 头怀送抱 请他出手 可能会有麻烦 清洁工详细地说出了经过 罗胖 你听到了没有 你女儿找人帮你 可能是个很厉害的富二代哦 我好啪啪啊 贺总冷笑连连 一点也不慌张 一个美女主播而已 能认识什么人 最多也就是打赏她的金主 觊觎的就是她的美色 怎么可能和她这个酒店总经理四科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女儿才不会对人头怀送抱 绝对不会 罗胖有点慌张了 麻烦大了 不说那少年有没有实力 是不是有心帮忙 就说有 现在消息泄露了 就贺总的手段 那少年一定会吃大亏 女儿也要吃大亏 看出那少年是什么人没有 贺总根本不理会罗燕 而是继续问 虽然不把对方放在眼中 但雄狮博兔也用权力 不能小看任何对手 可能是导演选角 因为他带着八个超级美女 还有一个气概不凡的助理 清洁工说 他在五星级酒店上班 还真见过不少导演来酒店吃饭选角 导演 多少岁 贺总微微粗美 若是国内知名导演 人脉很多 能量不少 估计就二十一二岁 清洁工说 也可能是某个模特公司的太子爷 带八个模特来吃饭 到底是导演 还是太子爷 去看看就知道了 若没有料到 我要给他一个天大的教训 让他知道有些人是不能招惹的 贺总宁笑 马上召集了保安 杀气腾腾去找张通麻烦 女儿 东窗事发了 你们快点走 贺总带人来对付你们了 罗燕紧张的 手都在颤抖 飞快地发了一个消息 此时此刻 张通他们就坐在宽阔的包房中 已经点好了菜 不知道老板打算怎么帮忙呢 八个美女和罗胖都很好奇 格外期待好戏上演 张通有多大能量 他们其实不太清楚 但张通拍卖了那么重要的宝物 非猪都没任何麻烦 何况 张通如今有五百多亿身家 岂能没有能量 所以张通说帮忙是举手之劳 他们真信 很快 韭菜送了上来 龙虾 二头鲍鱼 澳洲螃蟹 都是超级贵的海鲜 酒当然是红酒 82年的拉菲 还真别说 菜的味道超好 即使是两个青菜也很美味 大家都吃得很香 这里的大厨的手艺真不错 绝对在业内很有名 罗胖说 若天天能吃就好啊 花清香吃得满嘴流油 感叹无尽 她的日子一直过得很艰苦 应聘成功后才苦尽甘来 以前何曾吃过这么丰盛美味的佳肴 天天吃 你就不怕长胖 赵倩哭笑不得地说 我才不怕呢 我天天和方姐练鱼家的 花清香说 至少两个小时 有时甚至四个小时 方姐当然就是陈方了 昔日的美女御家教练 带花清香练鱼家 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方姐 以后我也和你练鱼家 其余美女纷纷说 欢迎啊 陈方笑盈盈地答应 一个人练没意思 多几个人练才有趣味 也才能一直坚持 能不能算我一个 罗胖流着口水说 你还是算了 老板的话那就可以 陈方委婉拒绝 突然 门被推开了 一名三十多岁 气概不凡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先是看了看八名美女 发现一个个都是模特的样子 而且都绝美无瑕 就心中有底了 这绝对就是一群模特 被他们簇拥着的少年 可能就是某个模特公司的太子爷 他试探着问 你好 我姓贺 酒店的总经理 看先生你气宇宣昂 请问来自哪家模特公司啊 我们不是来自模特公司 我们大部分都是学生 你就不要攀交情了 张通淡淡地说 由于柳青思的手机静音 并没注意微信消息 所以张通还不知道对方的目的 说话还不是太冲 学生 贺总在心中冷笑 又笑淫淫地问 那请问你父亲是哪一位富豪 我父母是农民 而且在我小时候就失踪了 哪算是富豪 张通说 你妈 原来是虚惊一场 贺总再不忍耐了 一招手 八名高达彪悍的保安就走了进来 而他也是图穷比见 宁笑着说 你妈 区区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学生 也敢说要找我的麻烦 你是找死呢 谁说要找你的麻烦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张通愕然 先前你答应柳青思 说要帮他妈 而我就是那个要买他股份的人 那不就是想要教训我 贺总杀气腾腾地说 莫非 你想否认 那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我就是要找你麻烦 给你一个天大教训 让你知道有些人是不能招惹的 张通用毛巾擦擦手 现在你若是跪下求饶 或许我会放你一马 这不是我要说的台词吗 怎么被他抢走了 贺总气得要吐血了 好好好 那你来教训我 怎么教训啊 贺总不得不改了台词 满脸的冷笑加笔 一点也不把张通放在眼中 区区一个没任何根基的学生 他若是斗不过 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嘿嘿嘿 不知道老板会如何教训 这送上门求奏的白痴呢 罗胖和八个美女都很期待和兴奋 你在这里做总经理 薪资一定很丰厚 油水回扣什么的一定很多吧 年收入可能几百万过千万 张通淡淡地说 所以我给你的教训就是 开除你 让你失去这份好工作 再仔细查账 若找不出问题 就搞一个举报你有奖 奖金百万 想来你贪污的问题也就隐藏不住了 然后报警 让你去监狱旅游几年 当然 若你这没有贪污受贿 那最多也就丢了工作 你还是能善终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说开除我 贺总气得嗷嗷直叫 若真是按照对方所说的处理 那他的麻烦还真不少 必然要去监狱中待上那么几年 这手段很可怕 让他几倍发凉 这少年可能不简单 我就是普通人 但有绝对把握开除你 你等着就好 张通轻描淡谢 从容自如 难道你认识我老板 呵呵 你知道我是老板什么人吗 我是他的心腹 是他的左膀右臂 我给他每年创造几亿的利润 还有 我就是代替老板买股份 真正欺负罗燕的人是老板 你能耐我何 贺总气得慌不择言 说出了一个大秘密 这样一来 对方应该就不敢告状了 自己就可以狠狠教训他了 那又如何 我还是能开除你 张通满脸戏谑 做你的清秋大梦吧 贺总怒吼 给我上 把这个混蛋扔出去 来来来 我一个人单挑你们全部 罗胖抓住机会就要装一回逼 跳了出去 气势如山地站立 如此敦位 满脸从容自信 很有威慑力 八个保安有点慌 难道 这胖子是保镖 推伍特种兵 我们就是普通保安 可能干不过啊 所以 一时之间 他们竟然不敢靠近 迟出不前 把张通和八个美女都看笑了 罗胖也分外自豪 还伸出胖胖的手指点着说 你们这样的酒囊饭袋 不要说八个 就是八十个 我一只手也能轻松打死 吓得八个保安更是不敢上了 一群白痴 他们就是学生 这胖子也是学生 哪是什么高手 上 给我揍死他 贺总见多识广 看出罗胖在虚张声势 也差点憋不住笑 你演 继续演 马上就把你打成猪头 给我躺下 八个保安心中大安 哗啦啦往上冲 要围攻罗胖 爸爸救命 罗胖不敢装逼了 慌忙往后退 着死 张通确实动了 冲了上去 双手仅仅是随便动了动 八名保安就痛叫着道飞回去 狠狠地摔在地上 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 而张通却是已经回到原位 正在喝酒 仿佛刚才的事和他无关一样 我天呀 老板好能打啊 八名美女职员都撬脸烟红 芳心狂跳 尤其是赵倩 更是如此 毕竟 他天天都在承受张通的强悍 罗胖也满脸的自豪加自傲 仿佛在说 嘎嘎嘎 这就是我爸爸敢欺负我 我爸爸打不死你 贺总确实目瞪口呆 手脚颤抖 脸色大变 阿上流出了冷汗 他何曾见过这么能打的少年 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颠覆了他的认知 既然如此 少年能简单吗 自己来找麻烦 可能就是找虐啊 不过 他终究是老总 还是很有手腕的 很快镇定下来 冷笑说 原来你很能打 但那又如何 功夫再高 一枪撂倒 我马上报警 让警察来对付你 话还没说完 门被推开 走进一名英姿 飒爽的爵士美女 身后还跟着两名 强壮彪悍的大汉 赫然就是无呢 他看都不看 躺在地上的八个保安 直接走到张通面前 把一个箱子和一本证件 交到张通手中 你需要的枪械和持枪证 枪械 持枪证 卧槽 老板牛逼啊 罗胖和八个美女都满脸震惊 激动兴奋无比 坐下一起吃饭 张通点点头 又邀请道 我很忙 没时间看你泡妞 五那转身走了 于是张通打开黑箱 发现里面就是一长一短两把枪 外加半箱子弹 短枪是手枪 口径很大 显然威力不少 长枪是冲锋枪 似乎是最新款的 张通对枪械不熟悉 不知道如何用 但有说明书 还有那么多特种兵保安 所以他一点也不慌 但贺总确实慌得一逼 满头大汗 脸色惨白如指 奶奶的 这真是学生 带八个模特级美女吃饭 还有个美女给他送来了枪械和持枪证 那美女一看就不简单 绝对是全是滔天的人物 报警 报个屁啊 和自己找死有什么区别 别惹急了这混蛋 一枪崩了我 想到这里 他的裤装湿了 吓尿了 贺总是吧 刚才你不是说要报警吗 赶紧的 罗胖吃笑道 报警就报警 我怕什么 你们打了我的人 难道还有理了 贺总四立内忍 眼眸乱转 门突然又被推开 一名气概不凡的中年人走进来 粗眉说 怎么回事 老板 你怎么来了 贺总越发慌张 脸色也是大变 赵谦不再理会他 诚惶诚恐地走到张通面前 微笑着说 您就是天保排卖行的老板张通吧 我是赵谦 这家酒店的老板 当时张通答应柳青思 就在通天保物群发言 谁认识湘南大酒店的老板吗 帮忙联系他一下 说我有事找 现在的通天保物群可不是以前只有寥寥几人了 而是500多人 上次拍卖来了很多世界级的富豪 都被邀请进了群 张通这种超级神奇的寻宝人 他们当然愿意保持联系 当场就有人联系了赵谦 赵谦就屁颠屁颠地过来了 什么 这混蛋是天保排卖行的老板 贺总差点跪下了 你妈啊 竟然是最近声名确起的神豪张通 这一下踢到铁板了 怎么办 怎么办啊 谁来救救我 蠢货 还不过来道歉 赵谦对满头大汗的贺总吼道 道歉就没必要了 张通摆摆手 赵谦我问你 你想用1000万收购罗燕手中 0.5%的股份 有这么回事 当然1000万就是一项价 具体多少 可以谈吗 赵谦说 还有别的合伙人吗 张通不知可否 又问 本来还有两个 但他们的股份都被我收回来了 基本上都是4000万一股 贺总说 这笔投资他们都赚了不少 当然愿意卖给我 而我独自经营 会更加用心 4000万一股 你还有的赚 那很好 就这个价 你的酒店我买了 总共40亿 张通淡淡地说 这个 这个 赵谦的脸色大变 额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汗珠 后悔的想要垂胸顿足 怎么张通这么狡诈 这么疯狂 竟然想要买他的酒店 就为情人的母亲除气 刚才怎么就不多高说一些呢 这一下吃大亏了 他买合伙人的股份 当然用了很多手段 逼迫他们低价转让 用同样的价卖出酒店 完全就是血亏啊 现在怎么办 难道你再骗我 张通把还在把玩的手枪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这个 不敢骗您 只是我对酒店很有感情 赵谦冷汗直流 要不 你再加点 可以 我再加一个亿 总共41亿 张通冷冷地说 这是最后价了 不要贪得无厌 否则 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给罗燕出气 你可能承受不住 好 41亿卖给你了 赵谦如丧考笔一般答应下来 41亿 当然卖亏了 若真要出售 绝对可以卖50亿 但对于昔日的投资而言 当然是赚的 41亿现金在手 即使不再创业 也能潇洒过下半生了 不过 想起就因为得罪了罗燕 就让他血亏酒意 还是心肝而痛 眼泪也差点流出来 但 不答应又不行 他可不想结仇张通这个手眼通天的寻宝人 非猪都是他弄出来的 无数的世界富豪都是他的堂上宾客 桌子上的枪也说明了他的不凡 算了算了 破财消灾吧 赵谦找来律师些转让文书 乔丽丽也以律师的身份一起参与 他以前就是白领 一直从事律师工作 他的母亲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律师 这也是他能应聘进天堡拍卖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快 文书搞定 双方签名 张通转款之后 酒店也就一主了 我真的凉凉了 要被开除了 可能还要坐牢 贺总摊在地上 满脸绝望 想死的心都有了 怎么也没想到 张通竟然直接把酒店买下 那要收拾他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老板 救命啊 见赵谦要走人 贺总抱住他的腿 爱求道 若你屁股下面干净 不用我救你 反之 你以为我会救你 赵谦一脚甩开他 气呼呼地走了 若不是这姓贺的拿着鸡毛当令箭 对罗燕百般欺凌 他也不会损失酒意 他都想猜死贺总了 怎么可能帮他 老板 你对我真好 我爱你 永远属于你 柳青司终于忍不住了 投入张通怀中 又哭又笑 感动至极 张通为了给他妈妈出气 竟然花41亿买下酒店 让姓赵的吃了大亏 再以酒店老板的身份收拾姓贺的 这简直就是鼎力相助啊 他怎么可能不感动 若有男人愿意为我这么做 我愿意为他去死 其余美女也都在心中感叹 但他们也知道 若他们求助张通 张通也会不遗余力帮助他们的 所以 有张通这么一个比爸爸还要好的老板 真是幸福至极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的衣服都被你弄湿了 张通有点抵挡不住 怀中柳青司的诱惑和刺激 其实我买酒店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昨夜你们不是说想要我弄个食堂吗 今后香江大酒店就是公司食堂 卧槽 爽爆了 罗胖 众多美女一个个眼睛放光 满脸的幸福和激动 爸爸太好了 为了解决职员的就餐问题 直接买下香江大酒店 而两者相聚并不远 走路只要几分钟 真是很方便 哎 这种男人哪个女人能不喜欢 罗燕在门外看到和听到了一切 现在正一脸复杂表情 看着柳青司唯一张通怀中 看来张通就是女儿深爱着的人了 我要怎么面对他 老板 还是女婿 他心情复杂地走了进去 恭敬地说 你好 我是罗燕 柳青司的妈妈 谢谢你为我除气 受宠若惊 柳青司羞红着脸逃出了张通的怀抱 连张通都有点尴尬 不过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所以张通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上上下下打量罗燕 风骚入骨 艳丽绝伦 丰满又丰润 看上去就如同柳青司的姐姐 真不敢相信他已经40多岁了 心中也是喝彩 不愧是柳青司的母亲 当即宣布道 从今天起 罗燕你就是湘江大酒店的总经理 姓赫的就交给你了 查清楚他贪污受贿的情况 你的股份继续保留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罗燕一脸狂喜 差点就有头怀的冲动了 老板太豪气了 做事太漂亮了 买下酒店 让他罗燕做总经理亲自对付姓赫的除气 若自己也很年轻 没有嫁人 也一定会深深地爱上他 于是他看着姓赫的 冷笑着说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姓赫的 你有没有想过有今天 现在你还是老实地交代你贪污受贿的一切 或许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休想门混过关 告诉你 我对你的龌龊了如指掌 甚至还知道你公虽女干女服务员的事 我完了 彻底完了 姓赫的吓得魂飞魄散 速速发抖 昔日他贪污受贿 欺负罗燕和美女服务员的事情也是一一浮上脑海 当时有多得意 现在就有多害怕 爽啊 真是太爽了 看着昔日欺凌自己的贺总变成如此一副模样 罗燕感觉到无比的快意 这都是老板张通赐予的啊 他真是世上少有的奇男子 这都是老板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